各位學者增加 各位我們立法院的同仁 還有各位美麗先生小姐 我想這個是我們今天 整個修憲委員會第六次的公寧會 那修憲委員會從4月9號開始開 我們總共預計要開10場的公寧會 今天是第六場 由我負責主持 那我們跟各位做一個背景的補充報告 我們現在目前整個立法院的提案 已經送到修憲委員會來的總共有18個案 總共有18個案 那我們修憲委員會的審查也只針對 送到修憲委員會來的案來做審查 那還有一些提案目前還在程序委員會 那這個我們也希望陸陸續續會進來 但是我們就是依照這個順序 我們一樣一樣來開這個我們的公聽會 那今天跟各位報告的是 我們的題目有兩個大主題 一個部分是國會制度跟憲政規範 特別是國會制度的行程 那跟我們的政府體制 那跟我們的人數 跟我們相關的選舉制度 是不是有整體相關的關聯 這個希望學子專家 等一下可以針對這個部分多發言 另外一個部分是有關政黨的部分 那政黨部分也有委員提案 那但是現在還沒有送到 我們修憲委員會來 但是這個部分也是民主國家裡面不可或缺的部分 所以我們也希望今天可以透過這個公聽會聽聽大家的意見 那我們今天進行的方式是這樣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進行的方式等一下會請學子專家先行來報告 那一個人是八分鐘 那我們在每三位學子專家的報告以後 我們會開放讓我們的委員發言 委員是發言時間是三分鐘 那我們希望藉由這樣的交叉 可以大家有一些火花 有一些火花 那我們希望藉由這樣的方式 那我們整個 今天總共有14位學子專家 我們會請這14位通通發言完畢 那來的委員 有登記的 我們也請各位委員發言 那如果我們還有時間再進行第二輪 所以原則上時間就是第一輪 大概都是八分鐘 學子專家是八分鐘 我們的委員是三分鐘 那第二輪的部分 我們再試這個開會的情況 那根據過往的經驗 我們都是從十二點半開始開 大概都要開到三點半 大概都要開到三點半 整個結束要開到三點半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今天能夠順利的進行 那如果有什麼樣的意見 那我也順便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每次的公聽會都會列入 刊登立法院的公報 那我們在最後會集結成策 包括各位提供的書面資料 還有各位的發言內容 都會在我們的公報裡面 以上跟各位報告 好 那我先來 我先介紹今天與會的幾位教授 第一位是政治大學的楊日清教授 歡迎 第二位是文化大學的吳英德教授 第三位是政治大學的盛薰源教授 第四位是世清大學的梁氏武副校長 第五位是文化大學的李炳南教授 第六位是中央大學陳英錢教授 第七位是台灣大學林明清教授 第八位是南台科技大學羅承忠教授 第九位是南華大學王思偉教授 第十位是東海大學林滕耀教授 還有國策基金會的李炳南教授 歡迎 另外我們今天在場的 我們有吳玉生委員 我們有岩寬恆委員 我們有陳明文委員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進行 我們等一下發言的順序 是會依照大家入場的登記的前後 那我們這樣來發言 那我們第一位先請林滕耀教授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學者專家 那麼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再度來參加 這個修憲的宮廷會 那麼我覺得看了這個十八個提案以後 有一個疑問 就是這些提案很多次要給這個立法院 那個權力更大的權力 但是我們發現立法院的會期 在憲法裡的規定 是從二月到五月底 然後第二個會期是在九月到十二月底 那麼依照憲政的實務啊 我們都可以看到 立法院是在過完年 差不多快二月底才開會 就平白的就少了一個將近一個月 九月也是在放了暑假以後大家回來 到快九月底的時候才開會 我想 憲法在三十六年 實施的時候 那個時代 那個條文 跟現在是非常不能夠much 不能夠非常火 全世界的國家 國會的開會時間可能最短的可能就是我們 大家不覺得這很奇怪嗎 現在已經是全球化 也差不多說一日生活圈 大概是一日生活圈 不是說只台灣跟大陸 全球一日生活圈 我們的國會居然只有開會不到半年 有時候我們看到選舉的時候 國會就停擺 大家去跑選舉 沒有人在管事情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次的修憲 我是強烈的主張 一定要改這個會期 要不然老百姓看來會很難過 因為會期這麼短 立法院根本的功能沒有辦法發揮 審查一算 大家都知道這幾年 都可以看到是最後一天 到半夜 像菜市場一樣 大家呼嚨一聲 突然過了 那不管是在民進黨執政 或者在國民黨執政 都是一樣 砍的一算 根本就是皮毛 沒有真正去認真的審查 所以我覺得國會的改革的重點 今天是我們這場公聽會的一個重點 我提出幾點意見 在我的書面的文字稿裡頭 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個 這個國會集會法制一定要改 就是我剛才首先先講的 這種是馬車時代 或者我們講是火車時代的這種會期 絕對不適合於今日 我們今天有幸要修改憲法 以前都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都沒有修 修了七次 這個都沒有修 這一次 我們很多的立法員提了這麼多的案子裡頭 好像也沒有這一點 所以我希望是不是再由我言針對這一點再提案 那麼這樣才能符合全民的願望 第二點就國會的除了這個會期要改變的話 當然這個國會的成員 它的產生方式也要改變 那麼因為我是留學德國的 所以我們對於德國的這個單一選區兩票連立制 我們研究的結果就是當然比日本的這個好 日本就看到現在我們在憲政事務上也發現 我們現在目前這個制度所產生的變成這種封建政治出現的 世襲政治出現了 派系 如果採用德國這個制度的話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一下一半以上的這個國會的成員就會產生 而是根據那位政黨的理念形象 馬在給產生比較好的這個立法院的成員 因為政黨總不會提出那些爛的立法委員候選人 因為他的政黨票都拿不到了 所以這樣透過這個機制的改變 那麼我相信國會成員的來源會比現在好很多 不會只是這個所謂這個世襲政治所產生的這個人物 或是派系或是腳頭或是甚至有人說是黑道 產生的這種立法委員 所以這一點這是我第二點要說明的 第三點就是這個在立法院這個國會的改革最要緊的 因為國會除了立法權以外 預算權 結算權都是非常重要 但是目前這種制度在預算 我剛才講過了 到了呼嚨嚨嚨就過去了 行政機關給你福報虛報 沒有人在砍 而且行政機關通常都拜那個 都派一些所謂的所謂的這個公關 就是國會聯絡員 其實在那邊手銀牙騰 台湾話講得很清楚的 那這個這個預算的審議是對不起人民的 結算的審議也是一樣 現在目前我這裡提到這個制度 我們這結算的審查是送給這個監察院的審計長 然後他提出決算報告 然後到立法院來了以後 然後大家立法院是針對的 是對這個監察院的審計長在質問 而沒有對這個行政院提出預算的 跟執行預算的行政院的代表來質詢 所以這變這個這個決算的審議 變成是一個形式的 那個立法院沒有辦法直接監督到這個決算 那當然讓我們剛才提到 這個有關於這個立法委員的素質 如果要提升以後這個這個制度 要跟著要改一下 再來就是我講這個有關於這個 這個國會職權的這個改革了 國會職權的這個改革 我覺得現在五權分地啊 憲法都已經把國民大會都停止試用了 我也贊成民進黨的態度 把那個考試院跟監察院這幾年沒幹什麼好事的 就讓他停止試用吧 把那個職權 用到這個立法院來 但是立法院我在那個選制一定要改變 好的立法委員 然後給他好的多的職權來處理 那麼接下來我談到政黨路線的重要項目啊 這裡頭我可以看到第一個我曾經跟國民黨的一個 治庫啊寫過這個政黨法的評議啊 不在這裡再唸一遍 第三個就是政黨最要緊這個黨產的問題 我替雖然替他們自顧寫 我對他黨產非常反對的 所以關於政黨的經費財產也都要處理 最後就是政黨的行為 加一個黨員行為要規定 不是只有政黨啊 不是政黨目的啊 我們徵修條文只管到政黨 黨員的行為也要來做 最後就是政黨的權利義務責任啊 要由法律來明文規定 謝謝大家 好我們謝謝林教授 林教授從立法院開會 我們立法委員常在笑 這個立法委員是比縣市議員更辛苦啦 我們開會會期是2月到5月 6月到9月到12月 那實際上都會開到6月中 另外會開到1月中 然後加上臨時會的話 我們每年大概開9個月 那對照縣市議員大概開3個月 立法院還是比較辛苦 不過重要的是在制度 在制度的部分 我們謝謝林教授 我們第二位請吳英德教授 主席各位委員 以及在座的各位先進大家好 這個今天剛好是第二位發言 這個我僅就我自己的一點看法 提出給大院做參考 第一個有關於提綱的部分 第一個關於我國選區制度的 變革的部分 我想這個在政治學上面 其實已經吵得非常久 就是到底是單一選區 兩票並立制好 還是單一選區的兩票連立制要好 那事實上 其實大法官在 市制721號的時候 也針對這個部分做了一個解釋 那他針對這個兩票並立制 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的部分呢 以及5%的政黨門檻的規定呢 所做出的這個市制的部分呢 他其實這個部分呢 他是做出核線性的解釋 但是比較特別的是他對於每一個縣市呢 至少一席的部分呢 他是不予受理的 那我想現有我國的這個狀態呢 其實我想在座各位委員也很清楚 我們有一些選區的這個 這個委員的產生的這個比例上面 跟某一些選區的委員的產生的方式 其實是不太對等的 那舉個例子來說 以連江縣來說 連江縣大概有效的選票 大約是7000票就可以當選一名立法委員 那就比較大的都會區 例如以新爐縣來說 新爐縣大約有三四十萬人口 那大約也是一名立法委員 那麼台北市的一些選區也是同樣的狀況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把它取一個平均數的話 大約平均本島地區呢 大約要大概二十萬個選民 才能夠有一位立法委員來代表 但是連江縣七千名就可以有一個 當然我想如果這一次在修憲案裡面 要針對這個選區制度 來做一個討論或者是做修憲的話 那我想這個部分 可能是不是可以請大院呢 或者是各位學者專家 就是可以把這個部分 能夠把它列為一個 可不可以把它列為一個主要參考的一個 或者是一個修正的一個方向 因為我想這個可能對於在 我們講這個代表權上面 有關於這個平等這個部分 可能它沒有辦法實踐實質上面的平等 這個是有關於單一選區 這個有關於選區制度的劃分的部分 那第二個呢 是當然 就目前的選舉制度來說 其實第二個部分我想 大概這次修憲案大家比較在意 可能第二個部分就有關於政黨票的部分 也就是說 如果你採病例制或聯繫制 其實都會有一個政黨的這個 票數分配的部分 政黨取得席次的部分 那我想 剛才其實林教授也講 其實大概德國的病例制呢 可能相對於聯繫制的人 或許比較適合台灣現在的這個狀況 因為它比較能夠真實的反應 政黨實際得票的狀況 那麼同時反應在它的這個席次上面 所以就這個部分的話 我個人是也比較支持 是採取單一選區這個聯繫制度 那除此之外呢 就這個我們的其他的有關於 我剛才所提到 關於選區代表性跟政黨多元性這個部分 我想這個可能跟 也許跟提綱的第二點 是可以把它放在一起做討論 因為如果今天修憲這個部分 要涉及到政黨路線的話 那首先我個人第一個疑問是說 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當然現在我們目前的選舉的狀況 其實很明顯已經趨向是兩黨的狀態 基本上就是國民兩黨是佔多數的 其實小黨的這個生存的空間已經被排擠 已經排擠了 所以如果現在要進行修憲 再把這個政黨路線的話 那麼再加上選區制度也同心做一個變革 那我第二個想到一個疑問就是說 那麼小黨存在的空間在什麼地方 換句話說就是 是不是也要給予小黨一個 參與政治的機會 那當然這個可能也取決於 目前的現實的政治的力量上面的 這個角力跟分配 所以我想或許小黨的這個空間已經 比較小了 那當然如果在修憲 或者甚至在選區制度上面 再做一個重新的檢討劃分的話 可能我想或許連小黨都已經 就會消失了這樣子 所以這都是有關於提綱的第一點 關於這個選區制度 以及這個政黨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制度上面 這個變革的一些 我個人提出了一點小小的建議 那關於提綱的第二點 有關於政黨路線的部分 首先我個人對於政黨路線這件事情是 是贊同的 但是就是說 如果今天要政黨路線 我想這個比較清楚的議題就是在於 那麼國民黨的黨產應該要如何處理的問題 那我想這個可能每個人有不同的看法 當然我相信大多數的人都是認為說 應該黨產應該要重新把它檢討 或者做一個處置 那我個人其實只提 其實大法官在市制的242 跟475的部分都有提到這個部分 也就是所謂的法制原則 也要必須有時候也必須要對於現存秩序的尊重 就是法制原則對現存秩序的尊重 換句話說就是有一些部分 其實就現今的這個狀態來說 他或許已經沒有辦法處理 或者是在處理上面 可能已經有一定的困難度 那麼是不是一定要處理呢 那我想這個或許可以留給大家思考 那當然就委員 或者是修憲委員所提出來這個部分 關於把政黨路線 其實另外一個層級來看的話 當然現有的這個政黨 因為政黨它很明顯 它跟一般的人民團體是不一樣的 所以人民團體它當然就是一種利益團體 所以透過它的運作來影響一些政策 但是政黨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實際上會參與政府實際的運作 甚至未來會成為國家執政的團體 所以在憲法層面來給予它一定的保障 或者是一定的規範 那我個人當然是表示贊同 那所以可能接下來我想大部分 譬如說德國或者一些其他國家 對於在政黨部分有路線 其實他們都有相關的規範 關於政黨參與的這個比例 方式啊或者是選舉經費啊 或者是政治捐獻的一些基本的規範 其實都已經相當的明確 或許這些部分也可以 當然可以作為我國的參考 所以就有關於提剛的第二點 關於政黨路線部分 我個人就只提這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當然就是 有關於政黨路線 是不是要實際寫入到我們的徵修條文裡面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我想 就是黨產應該怎麼處理的問題 那所以我就黨產的部分 我剛才已經說了 我是認為這個 或許可以參考4-242跟4-75 來思考一個比較妥適的一個解決方法 以上 謝謝各位 好我們謝謝吳教授 吳教授談的其實是大家都非常關心的說 所謂票票不等值的問題 因為我們憲法裡面規定 就是立法院選舉是以縣市為單位 所以我們在立法院裡面 我們有兩千多票選出來的 我們有七萬多票選出來的 我們有十七萬票選出來的 所以都會造成這樣的問題 就是大家在關心 是不是用聯力制或是病力制的改變 來改善這個票票不等值的狀況 那另外有關政黨的部分 跟大家補充報告一下 目前我們所有有關政黨的規範 都只有在人民團體法 我們在法律上也還沒有政黨法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提案其實是我提的 我希望說在憲法裡面 應該對政黨有概率性的規範 這是有關政黨的部分 我們謝謝吳教授 那我補充介紹一下 剛剛到場的 我們有台北大學陳耀祥老師 還有文化大學林中山老師 另外我們在場的委員 包括李英元委員 賴政昌委員 吳俞仁委員 謝謝 還有剛剛沒有介紹到 那個游英龍教授 好 接著我們請羅陳忠老師 委員 各位先進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 是大概第四次呢 在國會最修憲的議題 表示意見 然後我想說 剛才補充 主席剛才有介紹說 目前其實有 各位手頭上的資料 有19個修憲案在國會 其實這個數字 未必精準 因為19個呢 是真的進修憲委員會的 還有一些案子呢 進不了修憲委員會 但是呢我記得 我第一次在國會 參加相關公聽會的時候 那個時候 包括李軍委員在場 然後 尤英老師也在場 當初我記得說 好像我們都有一個承諾 是說呢不檔案 任何的修憲案的話呢 都應該進修憲委員會 進實質的討論 但是很可惜的是呢 這個政治承諾 好像沒有被兌現 就 成如各位 手上看到了 今天的第二個題綱 第二個題綱 它其實的背景是呢 有立法委員提出了 關於呢 要在中華民國憲法 本文裡面去增設 政黨專制的提案 但是呢 這個提案呢被封殺了 所以的話呢 我想說 今天的話呢 這一點可以 供各位的媒體朋友 跟各位的學者 去思考一下說 到底政治承諾 應不應該遵守 尤其是說呢 主要的呢 中國國民黨在這個案子裡面呢 他說 除了不要變更領土以外 所有的提案都不檔案 那到底呢 去徵修一個憲法專章 有沒有去提到這樣的東西 我想這是問題的 如果有學者在翻手上資料的話 不好意思 你翻不到 因為呢 就是沒有被入 就是沒有排進去嘛 你要上網看 OK 我想這是第一點的前行提要 第二點的部分的話呢 今天的兩個提綱呢 第一個提綱我想說 這是第六場的公聽會 前五場的公聽會呢 有很多的學者都提供意見了 我想這邊的話 我就不再贅述 我的重點呢 在第二個 陳如呢 剛才有三位學者 剛好我們都是念法律的 說其實在 整個憲法裡面呢 設置憲法張張是有必要性的 我想我後面的深入來去談這一塊 那首先呢 我今天有準備語談資料 那其實呢 我想這邊宣讀一段 剛好是呢 第一位發言者 林彤耀老師呢 寫的 我這邊念一下他說呢 到底呢 我們的政黨政治是什麼樣的樣子呢 他說 國民黨 以黨建國 以黨治國 黨國一家 以黨獨當的現象 在憲法事情後 沒有改變 然後呢 雖然在法律上面呢 有青年黨 民社黨 在野黨 這些人的存在 但是呢 在政治 生活中呢 沒有真正的反對長 可以與執政的國民黨相抗衡 造成黨國威權獨裁 與黨國資本主義的橫行 所以呢 政黨政治 須有其表 憲政民主機能 也無法正常展開 更重要的是 這一個資料 現在還登在 國民黨智庫的網站裡面 我這邊有 把時間 網址 跟瀏覽日期全部引出來 我想這一點齁 真的是 我們學界不是說 分蘭綠兩邊抓對對殺的 其實是有共識的 光是呢 其實 黨產這個問題的話呢 應該被處理 不管呢 是在政黨法層次 還是提供到憲法的層次 這一點早就應該處理的 可是很可惜的話呢 從2002年 2002年的時候 法務部就有你相關的 不當當然處理條例 可是呢 因為國會多數的阻擾 一直到今天為止 這個問題沒有被解決 好 今天呢 有立法委員呢 提出了修憲案 想要呢 在憲法的層次呢 將這個問題一舉處理掉 可是呢 還是被擋在修憲 還是用程序委員會 擋在修憲的門檻之外 我想呢 這個問題是應該讓大家 去值得商討的齁 2014年的內政部的一個 黨產的決算報告 我們光是抓一個數字 在中華民國所有的政黨裡面 只有一個政黨呢 他有一個收入叫做呢 信託的入帳 叫做中投公司的截角 以中國國民黨呢 去年的帳單呢 帳本裡面呢 說有15億的 當然 研究黨產學者都知道 這個只是零頭而已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就照內政部的官方說法 15億裡面的話呢 將近6成10億全部都是由 黨員事業截角的 那如果說呢 這樣的狀況繼續下去的話呢 其實我們的政黨政治 還是一個 雖然 看起來像是理念之爭 可是實質上呢 還是財力之爭 這句話呢 也不是我講的 是陳常文大律師講的 在中國時報裡面 他希望說呢 我們的政黨政治 是應該是一個 以理念之爭的政黨政治 而不是財力之爭的政黨政治 但是光看我們的財務報表 就說 這個其實財力在這個地方 還是佔很大的因素 我想 這一點的話呢 政黨專章的路線呢 其實在這一波線改裡面 它是有必要的 再來的話呢 我想回到 政治的工房來去做說明 其實 在這一次 很多人就說 提出政黨專章這樣的一個 一個一個 提案呢 是一個政治鬥爭的問題 但是 我覺得不是 尤其是說呢 我記得這個案子 應該是主席提出來的 但是其實呢 我想這個案子 受益最大的 不是國民黨 sorry 不是民進黨 也不是民進黨 而是中國國民黨 為什麼呢 中國國民黨如果說 在這一次的修憲提案裡面 對於18歲的那個案子 去表態的話 其實呢 你在政治上的得分並不多 但是呢 我們換個角度思考 如果說呢 國民黨能夠堅決 堅決的挺這一個 政黨專家路線 而且呢 在政黨專家路線 這個條文裡面呢 裡面有個很迷人的條文喔 叫做呢 reset 什麼叫做reset呢 所有政黨 把帳單拿出來 在這些帳單裡面呢 只要不是黨員的黨費 只要不是政治現金 只要不是 政黨補助款的話 你講不清楚 說不明白的錢的話 全部給我歸國家 我想呢 這樣的一個條文有的話呢 如果中國國民黨 能夠去挺這個案子的話呢 你就為外界展現了說呢 你真的要大破大力 你真的要欲火重生 你真的要面對歷史 我想呢 在這個案子裡面的話呢 說不定 國民黨可以去加分的 尤其是說呢 在座很多的委員呢 可能 每次到選舉的時候 你們都被那個黨產的包袱 所攻擊著 但是呢 門新質問 你有收到黨產多少好處嗎 沒有嘛 所以對於很多國民黨 基層黨員來說 黨產的存在 是很不公平的東西 我想呢 何不欠的這一次的修憲案呢 一舉我們就讓這個 黨產 reset的條款 讓他過去的話呢 我想對於未來的台灣的一個 政黨競爭呢 會是一個很良性的發展 最後一個的話呢 我想 有點偷渡 我在第三頁的資料呢 放了一個附件 這個附件的話呢 因為最近呢 央行總裁彭懷南的資料 這個名字常在媒體上發現 好啦 今年二月的時候 媒體有報導說呢 以前呢 有一筆從央行跑出來的借款呢 一直都 這一筆資料呢 到底是真是假 沒有人知道 那個時候呢 中華國民黨發言人陳領信說呢 沒有這個東西 真假不知 不好意思 這個資料2007年 在網路上都找得到 所以說呢 我就把這個東西放在附件裡面 這個資料是真是假 各位可以去查 而且呢 在銀行法裡面 請問中央銀行 是不是可以帶放狂的銀行 這個我想網路上一查就知道 當然這一類的類似的資料 還有千百個啦 很可惜的是說呢 這一次行政院呢 他 拒不公開 當年的不當常常網站 但是很可惜的說呢 幸好2007年 已經是網路非常蓬勃的時代 這些資料呢 縱使你不公佈呢 網友一早就有了 所以說 我想留這份資料呢 在 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呢 編入國會的公報的話呢 讓大家看一下說呢 到底事實是怎麼樣 不要再讓這個問題 來去分裂台灣了 事實就是事實 真相就是真相 不要靠著掩蓋真相呢 來去模糊焦點 以上報告 謝謝 好 我們謝謝羅教授 我想政黨的問題 大家其實討論很久了 那我們還是希望 這個案子 趕快進修憲委員會來 大家做一個充分的討論 這跟政黨無關 但是政黨還是有必要規範 這這麼多的成文國家裡面 九十幾個國家都對政黨有所規範 台灣作為一個民主國家 完全沒有政黨法 也沒有政黨規範 其實是蠻奇怪的 好 我們接著 接下來是三位專家學者發言過 我們就一位我們的委員 我們請李英元委員 時間三分鐘 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 各位學者先進 非常感謝 大家這中午這麼辛苦的時間 來為這個修憲的議題 來貢獻智慧 一起為這個掌握 這一次的憲法時刻來努力 那今天這兩個主題 我就先從第二個這個主題 接續這個羅教授所講的 這個不當黨產的這個問題 就好像不當的財產 不當的這個這個財產來源 不明來源的這個財產最一樣 其實這個 有的是用卡逃無心的事情 剛剛羅教授是更好意啊 說不要讓新生代的國民黨的成員 還是黨員 承受這樣的一個歷史的罪過 每一次都被罵 每一次都被罵 啊 本身啊 都沒得到一項的好處 大家過去有沒有追討過 追討過 但有的東西啊 有的地方官司沒有辦法贏 因為這個已經是超越官司 超越法律啊 這沒有用公投還是在憲法層次來處理啊 也沒有辦法處理 我想這是一個很長久的問題 是一個非常清楚是非善樂 非常明顯 國民黨從武來到台灣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黨產 這個是很簡單 不言自明的事情 我想這件事情 如果能夠透過 這樣的一個層次 在政黨法 政黨專章裡面來處理 或者是再透過公投法 一次來解決這個不當黨產的問題啊 我想對於未來的 政黨政治的清明化公平化都有幫助 這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這個 國會的席次和選次 很謝謝剛剛幾位的專家 大概這方面目前啊 在這個好幾次的 從第一次到現在 大家大概大家的這個共識非常高 就像18歲的 90%都贊成18歲啊 的這個參政權應該下降 讓年輕人能夠參政 這個大概是最高啦 那麼就這個 這個採取 是不是用來採取 這個德國的聯力制 讓剛剛主席想到的票票等值 不要離島地區的幾千票 然後來到都會地區幾十萬票 這樣票票不等值 那從政黨的角度來看 也不公平 也不公平 政黨的所拿到的 一般的選票 General vote 拿到將近45% 40% 但是國會的席次不到三成 還是不到35% 這個非常明顯的 不相當 比例非常不相當 所以他的 他的這樣的違反公平性 違反民意的代表性 都非常的明顯 其實我們可以不用 花費太多的口舌 希望透過這個公聽會 爭取我們學者專家的寶貴 試會之後 能夠大家也向學生透過文筆 能夠讓 喚起全民的共識 共同促成這次修憲的成功 再度深深感謝學者專家們的出席 謝謝 謝謝 謝謝李英元委員 我補充介紹一下 我們有台灣人文光海協會秘書長 劉毅德 劉先 跟他太熟了 所以不小心把他忘了 不好意思 好 接著我們 郭教授 我們有台灣人文光海協會秘書長 我們有台灣人文光海協會秘書長 我們可以參考 在座的各位都知道 現在的民主國家 我們國家所實施的民主政治 都是間接的代議民主政治 不是直接民主政治 而代議民主政治的運作 是以代議機關 也就是以國會為核心 我們國家的立法院 可以獲得共識的情況之下 依照共識來做決定 如果沒有辦法達成共識 那就按照多數民主原則來決定 但是我們看到我們的國會殿堂 立法院除了議事規則有問題 同時也不願意遵守 更重要的是國會的政治文化 有很嚴重的問題 最主要我們看到有一些立法委員 在立法院裡面罵人打架 還允許旁聽的學生 或者旁聽的人士 在國會裡面 在立法院裡面 謾罵官員 謾罵立法委員 而主持會議的主席 竟然不加以制止 過去我們也看到有一些立法委員 縱容學生 霸佔國會 甚至為一些違法的學生護航 這樣可以說是自我践踏國會的尊嚴 這是非常令人遺憾的事情 人比自重而後人重之 人比自武而後人武之 所以立法委員 要想使人尊重 首先就應該履行議員的基本職責 立法委員的基本職責 就是應該反映民意 代表人民 來開會討論決策立法 所以如果想扭轉立法院 在民眾心目中的不良形象 改革之道 首先就要摒棄 在立法院裡面罵人打架 霸佔主席台 這些不良的風氣和文化 憲政改革可以說是經緯萬端 國會改革也有很多面向 需要檢討改進 其中最嚴重的制度問題 莫過於黨團協商 黨團協商不僅造成利益交換 密室政治 而且架空了立法院常設委員會 它作為立法核心的 它應有的功能 更是違反了民主多數決的原則 使得整個立法院 被少數人操控綁架 讓一些認真意識 要向改進立法功能的 專業立法委員 無能為力 使一些優秀的立委形象 一起蒙成 這個實在是太可惜了 黨團協商制度 目前在我們院長組織之下 採取所謂的共識決 如果有一個黨團代表反對 那就沒辦法達成共識 協商就破裂 依法應該交由院會來處理 但是實際上 院會開會的時候 往往上演霸佔主席台 不讓開會 不讓表決 而會議主席 失智 他不盡力地去維持會議秩序 而多數委員 也不協助主席來排除會議的障礙 假的所謂和諧之名 沒有辦法 情況再交付協商 因此很多有利民生經濟的政策法案 因而被阻擋 沒辦法實施 也因此阻擋了經濟發展的道路 使得工資難以上調 失業難以下降 年輕人的生活更加的難以改善 共識決可以說等於是少數否決制度 三個人所組成的黨團 跟四十多個人的黨團 六十多個人的黨團 同樣具有否決權 那麼同樣可以使協商破裂 使得政策法案沒辦法過關 這種共識決少數否決制度 完全違反普世的 多數決民主原則 這種世界上獨一無二的 台灣奇極怪異的制度 可以說已經明顯的 必多於利 一定要趕快的改革 不能夠再相悅 把神聖的國會議事殿堂拖累 把一些優秀的立委架空 讓他的選民失望 那麼這種現象 當然是首先需要改革的 黨團協商 按照立法院自權刑事法 七十七十一條的規定 他必須要全程錄影 做成紀錄 並且把結論內容刊登在公報 供大家來檢驗 但是呢 有這樣的法律 卻不遵守 就是要搞密室政治 黨團協商 黑箱至今沒有改變 那麼希望有更多的人 來揭發黑箱內幕 那麼改進這個黑箱的作業 使得國會制度的改革 能夠帶動憲政改革 民主改革 謝謝 好 我們謝謝楊教授 楊教授提到這個立法院 作為一個最高民意機關 那我們要充分代表民意來監督政府 那當然我們相對的 也要受民眾的公開檢驗 受民眾的公開檢驗 那有關黨團協商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知道有很多委員 對我們的議事規則跟黨團協商 曾經提過很多案子 但是所有的案子 包括這些黨團協商的部分 都還擋在程序委員會 包括我的案子有很多個 這跟楊老師做一個補充報告 好 接著我們請林明星老師 主席各位委員 各位先進大家午安 那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來談這個跟憲改有關的事情 那我在想我們這次有兩個議題 其實這兩個議題都在說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台灣的憲政體制 是不是要從純粹的就是說 選賢與能 這種選一個人來他很好這樣子 而變成一種所謂的真正的政黨政治的問題 如果我們不決定走這個政黨政治的路 那今天這個公聽會就沒有意義 那如果我們要走政黨政治的路 那這個公聽會就充滿了意義這樣子 那要不要走政黨政治 我想可能在座各位大概都沒有什麼意見 因為這個時候已經不再是單打獨鬥的時代了 那所以呢整部憲法還有跟憲法有關的整個體制 要走向政黨政治的這個路線 大概是已經是不可以這個避免的這個現象 那這個在全世界的觀察也是如此 所以在這個我們現在要走政黨政治的路線 在這樣子的這個取向上呢 當然我們的國會的這個選制 還有呢政黨要不要路線等等呢 當然呢就有討論的意義 那針對這兩個議題呢 我首先先簡單的表示我的意見 然後呢我要把比較多的時間去用在另外一個 跟這個有關但是不是直接的議題上 首先呢我們的選制在原先我們的設計上 在以前的時代的就是憲法本文的時代的設計上 就是我講的那種個人單打獨鬥的 那當然那時候還有所謂的職業代表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基本上呢政黨在這裡沒有扮演任何的色彩 那慢慢呢我們改變了變成單一選區兩票制之後呢 其實就是已經走向政黨政治 那如果我們要真正的走向政黨政治 這個單一選區兩票制呢 其實我們也應該要再有所改革 因為原先我們現在這個在這個 徵修條文所設立的這個日本式的這種 所謂病例制呢 他並沒有辦法真正把這個比例代表的這個色彩表現出來 那這個日本自己本國也有很多的這個討論過 甚至有一度要改變 但是後來的自民黨又執政了就又沒有了 所以連他的這個國家也有這樣的話 我們是不是還要再走他的老路子呢 其實值得我們深思 那當然大家會講說那就是要改成德國的這個聯力制 那其實單一選區兩票制不只是這兩個 還有另外可能的第三個選項 比如說英國威爾斯所採取的這一種 所謂的這個所謂的附加的席位制也是一種 不過那個比較複雜 所以呢世界上各國採納的也沒有那麼的多 所以如果我們就世界各國比較上來看比較多 而且也適合我們目前限制能夠改變的來講 可能還是走向德國的這種聯力制的模式 比較能夠符合所謂比例代表 然後政黨政治的一種表現 不過在德國製上 如果我們走上這個路的時候一定要注意一點就是說 他的這個所謂超額代表的問題要怎麼解決 這個在德國被宣告違憲的 然後後來有所改進 但是改進之後可能會讓這個席位 一會兒膨脹很多一會兒收縮很小 那這個不是很妥當 所以這個要怎麼改變可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那這是關於選制的問題 我基本上是走向德國的路線 第二個關於政黨的這個問題 那政黨要不要路線 這個等一下我正好要講 那如果整個政治的政黨政治的改革的話 在政黨一定是要把它 從一個很單純的 很單純的社會民間的團體 變成帶有國家功能的一種組織 那因為他帶有國家的功能 所以他也要受到國家的法制的規範 而且要比一般的人民間團體的這種規範還要強 從這個觀點來講 從這個觀點來講 我們現在的政黨的制度 還側身在所謂的這個人民團體法裡面 完全是不合時宜 這個是需要改革的地方 那至於改革的方向是怎麼樣呢 我想基本上最主要就兩個內容 第一個是黨內民主化 就黨內的決策人士等等的問題的人民主化的問題 第二個呢 他是財務公開的問題 財務公開的問題 包括財產的來源還有去向 這個兩個呢 恐怕我們以後要走的這個政黨的這個 無論是路線啊或者修正正當法呢 可能不可避免的兩大的這個原則 這以上呢 是我針對貴會提出的兩個議題呢 所提出的看法 那我在這裡呢 還要再花這個 差不多一半的時間要來講的是 我們今天並不是在討論這兩個制度而已 我們今天是討論這個兩個制度在憲法上的表現 在憲法上表現 基本上這個兩個制度 跟無論政黨政治還有選制的問題 當然都是憲法的問題 都是憲法問題 但是我們要知道這個叫做實質憲法的問題 什麼叫實質憲法問題 就是說他攸關國家大政 國家的憲政走向 但是呢 未必都是要規定在憲法裡邊 不管是規定在憲法本文或徵銷條文 都是未必要規範在那裡 要一旦被規範在這個所謂憲法的裡邊的這種 那這個我們叫刑事憲法 刑事憲法問題 我為什麼要提出這個問題來呢 因為 我們看看我們目前的修憲程序 這麼困難 縱使今天兩黨三黨大家都有一致的共識 然後修得漂漂漂的草案提出來的 有誰保證公投會過去 因為那個門檻實在過高 高的不得了 高的不得了 所以呢 我們今天其實應該要思考的 最先的是要把這個已經不合理 修憲門檻比甚至比制憲門檻還高的這種 這種全世界大概絕無僅有的這種制度 要趕快把它撤回來 也就是說 第一我們要修的 其實這些東西都還可以再說 在這個現在時間很趕 因為明年就到了 而且我們一定要綁大選 才有可能通過這一塊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可能第一件事情 甚至於比那個要不要改成18歲還要重要的 另外一件事你就是 12條要怎麼做 12條要怎麼樣把它降回去 正常的一般修憲可以忍受的這種門檻 這一關過了以後 很多事情我們可以慢慢再來談 那當然很多人會講說 那我們是不是一起趕快全部都一關把它通過去 那也可以 可是時間急迫 假定我們這一關過去 然後呢 結果12條沒改 把這些全部改 改往一個另外一個壞的方向去 那以後又再要修回來 那不是更困難的 所以呢 我在這裡呢 我比較要表達的是 剛剛我講的 還有我們要討論的這些 無論是選制的問題 或者是這個所謂的政黨路線的問題 都是在討論實質憲法 也就是說將來我們整個制度 要長什麼樣子 要長什麼樣子 至於真正我們明年 眼前要做的那些條文要怎麼改呢 先簡單化 我個人先覺得 尤其是大家沒有共識 全民沒有共識 不只是議會 全民沒有共識的時候呢 先把它簡單化 把那一個12條圈好好討論 降回去正常的門檻 然後呢 再來慢慢的討論 哪些要路線 哪些不要路線 我想這個可能是比較好一點的 那縱使我們大家認為說不能只是這樣 還是要修一些別的 好那我的看法是說 也是只有一些原則性的問題 才把它弄到憲法 行事憲法去 其他問題 可能是以政黨法 可能是以選霸法 或者立法院的任何相關的法規 來慢慢的修整就可以了 否則的話呢 以後要再變動也蠻困難的 以上呢 是我的看法 提出大家參考 謝謝 謝謝林明星教授 我想兩個都是我們這次討論的重點 一個就是國會的制度 其實它跟著政治體制有關 那有關體制 然後習次跟選制 這三個東西是不是要合併起來一起考慮 這是現在我們在討論 國會習次到底要多少 國會制度到底要怎麼樣的一個重點 那另外提到修憲門檻 這一次的18個案子裡面 有很多是提到修憲門檻的問題 我想這個我們在前幾次的公聽會裡面 有做了一些討論 那今天如果大家要提到這一部分 也可以就這一部分 再請教各位的意見 我們謝謝林明星老師 那接下來我們請王思維 請王思維教授 謝謝 主席 我們各位委員 各位學者專家 大家午安 當我們在今天討論到這個議案的時候 我想先針對國會的這個部分 發表個人的一個淺見 針對國會的設計 假使我們把國會它本身當成是一個主權的象徵 也就是說國會它經由人民直選 它代表的人民主權這樣子的一個意涵 來看國會它本身存在的目的的話 我們應該透過什麼樣子的一個選制的設計 來達到原先我們想要的這樣子的一個目標 但是我們來檢視一下目前現有的選制 當我們看到一個單一選區兩票制這樣子的一個制度 產生了之後 其實我們看到的一個是目前國會的一個生態 並沒有辦法直接的展現與人民的連結 我的意思是說其實我們現在的選舉大部分會把國會議員區域化 也就是說它基本上是這個區域的代表 而不是人民的代表 那另外一個加上了不分區這樣子的一個制度設計的時候 不分區它是一個政黨的代表 而不是人民的代表 也就是說我們在目前這樣子的一個單一選區兩票制的制度下面 所設計出來的所產生出來的國會議員 事實上跟人民之間的這個直接的連結 是有距離的啦 是有距離的啦 那基於這樣子的一個思考的時候 如果說未來我們有機會 讓國會朝向一個更合理更健全的一個制度去做調整的話 可能這個方面值得大院的滾滾助攻好好思考 那另外一個我在這邊要強調一下 因為我們已經引入了所謂的不分區這樣子的一個區域立委的一個制度的設計 然後我在這一個修憲的提案當中有看到一些建議 是將我們的這一個不分區全國不分區的區域的這個立委名單增加 我大概有看到幾個版本是屬於增加到64席的 那問題是在於說增加到64席的時候全國不分區的這個名額增加 它所代表的意義又會是什麼呢 當一個全國不分區的這個名額的這個名單增加的時候 它所代表的意義是政黨控制的力量被強化 政黨控制的力量被強化 第二個是有可能導致多黨林立的一個狀況產生 這是兩個可能的一個結果啦 不過我必須要講啦 當我們看到由目前的不分區從全國的34名 目前的設計是34名的不分區 增加到64名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思考一個問題 我們一直在強調 要朝向德國的連立式的不分區去做學習 可是德國它的不分區即便跟區域是一半一半 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五十這樣子的一個名額分配 但是但是德國並沒有全國不分區的這樣子的選舉形式 德國並沒有全國不分區區域比例代表的這樣子的一個形式 也就是說他德國的設計是在16個幫分別去進行不分區的選舉 在16個不同的幫分別去進行不同的這一個不分區的選舉 那這個有一個好處是在於說我們可以想像 一個洋洋灑灑的部分區名單的時候 事實上選民在選舉的時候 他只做一個正常形象的認同的一個抉擇 但是他並不認識這些候選人 也就是說他並沒有辦法挑選一個他認為比較適當的候選人 他在投票的時候他沒有辦法去做這樣子的一個選擇 換句話說如果說我們今天要去學習德國的這樣子的連立制的這個形式的時候 但是我們只學到了他的外貌 他的內涵我們可能沒有學到 我們抄了一個德國式的連立制 但是回到我們這邊所看到的是一個可能會發生問題的地方 所謂會發生的問題的地方是在於說 我們如果說要讓不分區他之所以能夠發揮作用的時候 事實上政黨的角色就很重要 政黨他本身是不是民主的 政黨政治他在競爭的基礎上是不是公平的 政黨之間所擁有的這個資源比例 是不是有差別太大的這些問題 這個可能都要一併考慮到 我的意思是說如果說我們要把這一些制度 要學習的時候其實還要了解他背後的精神跟意義還有相關的配套 否則很容易會變成一個可能是我在這邊所提到的一個東思孝平式的一個憲政改革的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我在雨潭稿裡面有特別強調了法國的這個著名的學者 他所強調的一句話就是憲政價值憲政體制的價值 絕大部分取決於身處其中的人們所崇尚的價值 換句話說我們必須要了解某一個憲政體制裡面 是什麼樣子的原因去支撐他這個機制能夠運作能夠持續 他背後的精神跟價值究竟在哪邊的時候 我們才有辦法去學他的那一套 如果說我們只是用過去的經驗 而且用過去的習慣用東拼西湊的方式 以拼圖的這樣子的一個急救章的方式來做我們的這個憲改 尤其譬如說我們看到以國會改革也好 或者是政府體制改革也好 要用這樣子的方式來處理的話 那個人會認為可能會流於過分與草率 而且不是很負責的一個態度 來面對這個嚴肅的一件事情 那這個當然是我們從光一個不分區這樣子的一個設計的時候 如果說我們引用德國式的這個部分區設計的時候 可能要在這邊再多加想加思考的一個部分 那另外一個是說如果說我們要去學習德國的這個聯力制的時候 德國他在聯力制的這個門檻上面 對於政黨的門檻是5% 對於政黨的門檻是5% 他兩個是連在一起的 他兩個是綁在一起不能分開的 但是我們今天又用一種協商式的 我們說這個5%可以協調 可以降到3.5%降到3% 總總下去這個又把我們原本想要學習 那樣子的一個完整的這個精神可能又破壞掉了 那所以在這邊提出個人一些潛艦與建議 供帶願參考謝謝 我們謝謝王思維教授 其實台灣推動憲法一直有這樣的問題 東湊西湊然後拿一部分過來 造成這樣子非常複雜 我們說我們是類似法國的雙手長制 王老師是留法的背景 但是抄的也不太像 那現在才談聯力制跟病力制 那病力制的配套到底是什麼 我們也不要只抄一半 那這個是德國的系統 那我們希望這個部分 在這一次的修憲可以徹底的來解決 最好不要東拼西湊然後變成歐羅勃勢 這就是台灣現在的狀況 好那我們又三位學者發言過 那我們接下來請這個吳玉琛委員 謝謝主席 謝謝在場各位的學者專家 還有在場的委員同仁 我跟各位學者專家報告 我們其實大多數的委員 都會在研究室看閉路電視 那上個禮拜是我們招委安排的時候 我就故意選在研究室看閉路電視 可是我的結論就是說要到現場來 才會比較能夠吸收 在研究室看閉路電視其實效果是很差的 我這一點說明 要請各位學者專家能夠了解 那第二點就是我們到目前 各位手上的修憲案立法案有18個 18個修憲案當中 只有國民黨提5個案 民進黨委員提13個案 像我們招委他就提2個案 那我本身也是招委 我也有2個案 可是有1個案 因為還沒有過副議期 我是把憲法的基本教育 從6年改為到18歲 就是配合12年國教 那我的一個想法就是說 大家都說 只要能夠通過18歲公民權就好了 我其實不以為然 我相信朝委委員都希望就是說 大家覺得到這個階段 雖然是剛性憲法 根本大法盡量少動 可是該動則動 這是我的第一點基本理念 所以我非常尊重所有委員的提案 包括各位學生專家意見 第二個 因為我剛好是上個會期內政的招委 我把政黨法安排的審查 那政黨法有國民黨版 就院版 有民進黨版 有台聯版 有親民黨黨版 加上其他委員有八個版 我們在上個會期已經完成第一次的尋答 開始要進入主條 所以我個人不反對 政黨也入線 但是我認為那個難度會高於在法律層次的討論 所以我認為應該朝野大家 共同在立法院當中勉為其難 去把政黨法做一個完整的一個討論 因為那個門檻畢竟比修憲低嘛 而且民進黨提黨版的 台聯也提黨版的 我覺得讓大家的智慧在立法院的法律層次裡面討論 但是我不反對 這個政黨要寫到憲法裡面成立專章 我都不反對 我只是從難易的角度來比較 提供各位學人要做參考 那第三點 我認為不在籍投票跟18歲的公民權一樣重要 但是我們這個社會好像一面倒都在討論18歲 而對不在籍投票每年影響114萬 因在外地工作的人沒有辦法解決 那我提的修憲案是排除中國大陸的 我們中華民國公民 結果那個部分不能夠進行不在地投票 其他的我也認為可以 那最後我要講就是 單一選區兩票制 我從我個人的觀點來講的話 我在選區的經驗 就是提供各位學人大家做參考 我沒有定見 就是因為單一選區兩票制之後 我們區域立委被迫在地化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競爭者都已經層次 在縣市議會的議員 而且他不是很資深喔 他一屆兩屆就跑出來選立委 來跟我們搶 所以如果我們把這個區域的立委的名額 再把它拉高的話 增加的話 我們現在是30萬人口數一席立法委員 那我們如果再把它人數再降 譬如說20萬或多少一席立法委員的話 我們大家共識這個國會會變成在地的國會 會不會這樣 這個也提供給各位做一個腦力激盪 所以我個人沒有定見 但是我現在看到一個現象就是說 我們過去的大選舉區 是讓有全國議題的全國知名度的 慢慢才參加國會選舉 但是單一選舉之後 被迫我們區域立委都被迫關心地方議題 被迫關心地方會堪 然後跟我們競爭都變成在地的 區域的民意代表或的議員 那這樣的話到底好或不好 我不敢說 那最後我要講就是說 我們修憲是不是要以民意的主流來做依歸 譬如說大家都說18歲應該公民權 是不是就一定要通過 如果大家都說總統有責無權 行政院長有權無責 所以應該要有隔魁心理統一權 大家可不可以一本初衷 回到原來憲法那個設計 還給原來憲法那個內閣行使統一權 所以我要請教大家 請到各位區域的專家意見就是說 如果民意的主流是這樣的話 那我衷心的期待 這一次憲法的修過通過 不要只是一個18歲的公民投票權 而應該要更多的東西來逐步的推進 所以因此我基本上我是不贊成 所謂兩階段修憲 我認為該修就修 每一次都是單獨的一次 每一次都大家將心比心 對國家的體制發展有重大的影響 抱歉我超過一分鐘 以上 懇請向各位學位專家就教 謝謝 好謝謝吳醫生委員 我跟吳醫生委員都在內政委員會 我們常常意見不一樣 但是我們都深刻體會 這個區域立委 確實比較多的在地壓力 包括吳醫生委員 包括我在場好像只有我們兩位是區域立委 好 接著我們再請學者專家 我們接著請尤英龍教授 李召紀委員 在座各位委員 各位學者專家 各位先進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大家午安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對所有比較政治研究者來講 有兩個制度是感覺到非常的驚艷 一個是德國發明的單一選區兩票制 另外一個是法國第五共和 有人稱之為雙首長制 但是這兩個制度 我們台灣在民主化的過程 以及民主建立之後 也先後受到了這些制度的影響 但很可惜 都應驗了一句話 這個所謂的局欲懷而變止 局欲懷而變止 好好的制度到了我們台灣來 就出了狀況 簡單的講 我們的單一選區兩票制 也沒有學到人家的精髓 我們的所謂的改良式的雙首長制 坦白講 在何種意義上稱為改良 也很有討論的空間 我今天不談雙首長制 我們就談國會選舉制度 25年前我回國的時候 到今天為止 我一直都在鼓吹台灣應該採行 單一選區兩票制 純正德國式的兩票制 在過去這些年來 一直到2005年 終於台灣實施了選舉制度的改變 但是這個選舉制度 也實施了10年了到今天為止 坦白講基本上是一個單一選區制 或者說單一選區導向的兩票制 我們不能不說這是一個 這樣制度改革有它的進步的地方 它比原來的舊制是進步的 但是呢它有它的問題 那有什麼問題呢 我很簡單的講三點 我們已經實施過兩次了 第七屆立委 第八屆立委 在這兩屆立委的選舉結果來看 我們充分發現了它的三大問題 第一個 我們李英言委員剛剛也提到的 就是政黨的席次占有率跟得票率 完全不成比例 特別我們去看這些數字 鐵的事實 2008年 也就是第七屆立委的選舉 你可以看發現 國民黨 十一次占有率達到71.68% 但它的政黨得票率實際上只有51.23% 落差20% 其他的數字都可以去查 在第八屆立委選舉 也是有類似的情況 政黨 其次 占有率跟它的得票率 不成比例 當然是嚴重扭曲民意的 這種 Disproportionality 嚴重扭曲民意的結果 是對待遇政治的一種傷害 那麼 不公道 不正義 也會帶來其他的 嚴重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說 很多人講過的 所謂的飄飄不等值的問題 剛剛我們李靜鈺召集委員師傅也提過 那這個問題大家也感覺到 是存在的 但是我說 它有它的政治的現實 你可能很難一時去解決 你要連將金門不選 有這個可能性嗎 你要付出多少代價 或者這樣講 你要這個六席原住民立委 要怎麼樣去選舉才是比較好的呢 有沒有更好的解決方式 那不論如何 撇開這些不談 今天的 國會選舉制度的 票票不等值的問題是嚴重的 那麼怎麼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第三個 是小黨存活空間受到限制 我想大家也逐漸都有這種感覺 但是 我也要講 這個百分之五的政黨門檻的設計 學德國 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 德國就是因為有這百分之五這個政黨門檻的設計 讓他戰後的整個政治維持了一個非常穩定有效的 所謂的兩大黨兩小黨的政黨體制 好的要學 那不好的我們最好不要去學 怎麼樣德國是兩票制兼顧的單一選區跟比例代表制的優點 並且去除它的缺點 在比較政治研究者來講 這是一個不得了的制度的發明設計 但是為什麼我們沒有 我們今天也實施了這個兩屆之後也面臨了這些問題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改正 我覺得今天我們不是要全盤抄襲 德國式的兩票制的所有的制度的細節 包括他可能出現的所謂的超額 這個當選的這些問題 可能這些問題在台灣不會出現 因為台灣 規模不大 全國就是一個選區 哪裡需要分到16個州16個幫 然後再去仔細的算他的這些幾次 沒有必要 你只要回歸比例代表制導向的兩票制 這樣一個最重要的精神 台灣的這個選舉制度 國會選舉制度可以更爭完美 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我覺得我們的不分區立委目前只佔了30% 非常低的比例 事實上 事實上是一個 可以可以說是只是象徵性的在某個程度來講 我覺得未來真的要改革 除了選舉制度一定要走上 真正的德國式的比例代表制導向的兩票制之外 國會的不分區的名額要增加 增加以限制來講增加45席 也就是說區域立委 73席加原住民立委 79席另外再加 同樣的數字79席的不分區立委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158席可能對於未來國會的角色功能 的強化是有幫助的 未來增加 比較多的不分區的名額 也可以讓政黨 能夠有效的納入他們 資深的這些政黨領袖 或者專家女性 以及許多的弱勢的族群的代表 好好的運用的話 未來的國會會更加的 更加的多姿多彩更加的具有全國的代表性 對於整個台灣的社會來講 民主來講才算是一個大的進步 我想就這一點來說是很重要的 另外我最後要講 如果國會選舉制度沒有改變成 我剛剛所說的或建議的這樣的一個制度 那麼就去談所謂的隔魁同意前的恢復行使 是危險的是不公義的 這個部分有機會我再跟大家報告 謝謝大家 好我們特別謝謝游英龍教授 我想游教授提的就是台灣國會一直面對的問題 那我們每次超制度都超一半 那到底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 我們政黨得票跟政黨席次一直不一致 很多政黨得票不少但是席次都沒有成長 這個部分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問題 那另外整個的配套就是我們剛才提過的 體制、席次跟選舉方式 這可能都要整體的考論 好我們接下來請這個 這個聖訓員教授 在聖教授發言之前我先補充報告 我們在李英元委員的提醒之下 我們有幫各位準備咖啡 請各位一面喝咖啡一面開會 謝謝大家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學者專家大家好 作為一個政治學者呢我今天非常的開心 有這樣一個機會能夠在這個修憲的這個大事情上面 我能夠發揮一點點的意見 也希望能夠有一點點小小的貢獻 根據今天的提綱呢我提出三點我自己的看法 那第一點呢是選舉制度 選舉制度呢我們都知道說在2005年的時候呢我們改為單一選區 這個兩票制 那這個制度呢事實上是 德國最先 但是呢我們真的是叫做這個我們學 但是都沒有學得很好啊 那這個OK 那事實上這個單一選區兩票制呢 事實上在許多的國家 在1990年代呢他們在修改他們的選舉制度的時候 確實都把都是改成單一選區兩票制 那為什麼是如此呢我的分析我認為是說呢 因為這個制度呢它其實是 對於大黨小黨都可能有些力 有些它可以協調的一個空間 那這個如果說呢是採用聯力制 然後呢這個政黨比這個政黨比例的部分 比較少的話呢那 比較多的話那是對小黨比較有利 反之如果是用病例式的話 然後呢這個單一選區的這個部分 比較多的話是對大黨很有利的 所以說呢事實上這個制度呢是對大黨小黨 各可能是都有一些可能的優勢 所以說呢就有大黨和小黨它有一些討論的空間 所以說呢我們呢就在2005年的時候呢我們就用了這樣一個制度 可惜的是呢我們其實是沒有司法 德國的聯力制 然後呢我們的這個這個政黨比例代表跟單一選區的代表呢 其實那個這個名額也這個分配的也不是非常的妥適 所以說造成呢我們現在的一個結果 基本上呢 那基本上呢就是說我有兩個建議了 就這次選舉制度來講我想聯力制是一個比較可行的方法 跟剛才有許多的這個學者專家已經表示一件了 那基本上呢當然聯力制他是可以 真的是能夠讓政黨 他的這個得到的這個議席的比例呢跟他的這個政黨票的那個比例是一樣的 就是最合乎政黨比例代表制的精神的一種選舉制度 好那除此之外呢就是這個部分區跟這個區域的名額的分配的問題 其實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想 但是呢很可惜的是我們當時呢這個部分區只有大概三分之一左右的席次 好這個區域三分之二 好那當然這個問題我覺得 那當然會就造成一個結果就是說區域變得非常非常的小 以至於就是說呢這個很多的立委可能會有這個在地化的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考量這樣子的一個疑慮 確實是有的 好那是呃所以說呢這個我們似乎是可以考慮啊 就是說那個要把部分區的席次往上提 而區域就不能夠再多了 好那因此呢我的第二個想要談的問題呢就是我們的立委名額的問題 我們立委的名額的問題呢根據很多的委員提出來的這個修憲案的提案呢 事實上就是要增加名額 但是增加名額的理由是什麼呢 好我當然有很多委員有不同的理由 那我覺得是說當我們要思考這個這個國會議席總共多少名額的時候呢 我們似乎應該要考量的是立法院的運作 究竟我們立法院如果要維持一個很好的運作的話 究竟要怎麼樣去安排委員的這個國會議員的名額 我基本上認為是說呢我們應該要考慮委員會的制度 好因為呢這個基本上這個委呃這個一個有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個人 他曾經講過呢他是說欸國會的這個院會呢 他是一個展示的場所可是真正工作的是委員會 因此我們就要思考說我們的委員會現在變成八個 因為當時是因為考量我們的委員的席次的減半 所以變成八個這個八個夠嗎 我覺得是相當不夠的說實話 如果我們去思考這個台灣 事實上很多的國家他們的委員會怎麼設置呢 他們都跟行政機關平行的 那我們現在八個顯然是很不夠的 那因此那我們就是好那我們如果要適當的增加我們的委員會 但每一個委員會的人數又不能夠太少 那委員會要多少個才算夠的呢 譬如說美國的眾院他是20個 參院是16個常設委員會 那我們可以思考一下說 我們的委員會的數字是不是要適當的增加 如果我們要變成12個的話 那麼以我們現在的標準 每一個委員會是13到15名 那麼我們的這個立委的名額應該是156到180 我們也許說用這個角度來去思考 名額該不該提升它是比較有道理的 好那如果說大家都同意說 委員會的數字應該增加 因此委員的名額要增加 那怎麼增加呢 怎麼增加我想說應該增加的當然是部分區的名額 好我覺得部分區的名額至少不應該低於區域的名額 好那不低於區域的名額我覺得一個好處是說 政黨呢比較能夠有效的來約制它的國會議員 我覺得這對一個政黨政治來講是非常的重要的 OK好所以說呢如果這樣來看的話呢 這個我們的我們的部分區起碼要有73席 不是剛才大家所做的60幾席 好OK好這是兩個問題 那接著呢第三個我們講到說政黨 政黨是不是要入線 事實上關於這個問題呢我並沒有一個絕對的看法 我覺得是要入線也好不入線也沒有關係 但是呢政黨政治絕對是在台灣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那什麼樣是一個健康的政黨政治呢 如果我們按照一個美國學者 Ostin Reining他所說的所謂的負責的政黨政府的那樣子的一個理想的話呢 政黨起碼要有兩個以上的政黨 他要提出政綱政策讓選民去了解 好然後呢政黨要在在這個整個的這個政治的過程當中 他要有效的去約制他的從政黨員 好然後呢這個贏的政黨呢在一段的時間內呢他取得職政的機會 做得不好的他被淘汰下台 好所以因此呢就是我們應該是說這個要有一個健康的政黨政治 當然政黨一定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從政黨員尤其是國會議員他也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必須要聽依循政黨的立場來去行事 好那這樣子來講的話呢你就必須要不分區的代表你要夠多 他才能夠有效去約制區域的那樣子的一些意見 好那時間的關係我就報到在此位置謝謝 好我們謝謝聖訓員教授 的確提出來的我們現在不分區佔整個名額的三分之一 那未來是不是要提到二分之一 那在之前的宮廷會也有學者提到 這個所謂的連立制跟並立制其實跟政黨的門檻也有關係 如果採連立制那政黨門檻是不是一定要降低 這個其實值得討論 謝謝聖訓員教授 我們接下來挺梁士伍教授 謝謝主席 在座的學者專家 我是做民意調查的 那第一個我當然講民意調查 那個18歲的投票 在我們的資料來看 是屬於U型曲線 那U型曲線的意思就是說 贊成跟反對的大概都有四十幾 那我們一般來講的話 對這樣子的一個這種民意現象 我們就會比較保留 但是相對的 在這個不在籍投票的部分呢 贊成的部分是百分之七十 那這個問題就會回到就是 這個議題設定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的話 如果要我來看的話 我就是不在籍投票贊成的 好像是到達一個相當的比例 但是18歲的部分呢 U型曲線就是贊成不贊成 比例大約都在四十左右 那可能要有所考慮 但是接下來我所談的事情 我覺得就比較複雜 那這跟主席所談的一樣 就是說在我們台灣 實施這個憲政體制 每一次修憲都只修一部分 然後呢 但這個整個的這個情況 應該是考慮到整個國際情勢 民意發展 政黨政治 法律制度 政治文化等等的 譬如說 我要談的第二個主題就是 總統制跟內閣制 我每次都在想 就是因為做民意調查 所以我們當然對這個時代的脈動 就非常清楚 但是誰把台灣的總統選舉 設計在跟美國總統選舉同一年 這是非常精妙的一個政治設計 這是非常非常精妙的政治設計 就是說只要台灣一選舉 而且是在美國大概起初選舉之後 這個非常微妙 這是太好的設計了 台灣現在獲得的政治資本是什麼呢 就是台灣的民主化 但是當歐亞鐵路完成的那一天 或泛亞鐵路完成的那一天 台灣會更邊垂化 你能夠發聲的就是你台灣實施總統制 你全民選舉 但是這裡面究竟總統制還是那個字呢 我覺得當然這個中間會有一些玩味 我為什麼會先提這個呢 因為所有立法院的情況呢 他的前提其實是這個 但是講不清楚 我記得當年的這個傳播的議題 是把200這個多少席啊 225席的立委說減半減半 這是由民進黨先談出來的 談出來之後呢就除以二就一一三嘛 當時的立法委員是其其以為不可 但是後來的選區呢 跟所謂病例連立制呢 卻是由兩個院長迪亞法拉克決定的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今天在這裡 憲政改革委員會 我們大概只是聊背一格 就是把意見講出來了 但是這個中間還是會經過一個 黨政協商啊什麼等等的這樣的歷程 也就是回過頭來我來談 這個所謂的我們這個立法院的問題 有連立制、病例制 有議題減半的問題 甚至有這個比例代表制 或者是委員這個委員會的多寡 或者是同一權、附屬權等等的 其次它的前提是總統制還是內閣制 也就是說你要有多大的一個政黨 你是什麼制度 再來談到國會改革 否則這些命題啊 永遠都講不清楚 就是席次跟得票啊等等的這些問題 那至於談到總統制跟內閣制的部分 我記得是在1981年 聽附正老師、附中文老師講這個憲法 他說憲法五七條是有總統制的精神 內閣制的制度 可是我們歷經到1996年到現在 就是總統的跟內閣之間的關係 各位也都看得很清楚 也就是說馬英九是選出來的 可是他的內閣是由他任命的 只有吳敦義的政治實力比較強一點 所以他的施政滿意好一些 那民進黨執政時代呢 那內閣多有更迭 形成輪替 會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也就是說這個國會改革的這個議題呢 跟總統制內閣制要一併的思考 跟憲政體制要一定的思考 不是今天想到這個或想到那個 但是這樣子的結果呢 即使是我們今天在談完會 然後立法院公報也會登陸 但是呢事實上在整個的運作下來之後呢 那情況可能又另當的這個別論 那所以我剛才談的就是說 能夠解決的問題先解決 就是輸入項的部分 可能在這個不在籍投票 跟那個18歲投票比較好處理 所以政府體制 或者是這個憲政改革部分呢 必須要考慮到 國際情勢 民意發展 政黨政治 法律制度 跟所謂的政治文化 做總體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這個討論 這個中間我也舉了這個很多個例子 回憶當年在這個9樓這邊 我們太空衛星計畫100億 那每個委員要發言的時候 廖福本委員就站在那邊 最多3減8億最少2億 第三天講完的時候 他說8加2 跨5除以2 我們就三圍5億吧 後來就通過了 這個大概就是可能我們的憲政改革的一個結果 好我們謝謝梁師傅教授 梁老師專門做民調的 從大學時代就認識了 基本上我們現在看過的民調 支持這個所謂18歲投票權非常高 那支持隔回同意權也不低 支持不在籍投票也不低 但是最高的是什麼 最高的是總統要繼續直選 否則都不用談 所以這個民調是不是跟憲政體制做必然的連結 這個我們還必須要做深入的思考 我們謝謝梁老師 那接著我們請賴政昌委員發言 順便介紹一下 不好意思 油美麗委員也在場 還有江啟成委員 好賴委員 謝謝 主席 各位同仁 各位學者專家 那其實最近這幾個禮拜 我們這個公聽會 其實我大部分都有參加 那我個人也覺得受益良多 來這裡的時候 雖然因為我自己本身背景 並不是憲法或者是法律相關的 但是來這裡我還感覺吸收了蠻多 那我今天在這裡我要報告的是有兩點 可能跟我們的憲改可能會比較沒有直接的關係 但是我個人覺得還是 確實非常嚴肅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如果從我們這個立法院的這個修憲的提案來看 總共有18個案子 民進黨13個 國民黨5個 但是很抱歉 我代表的是台聯黨 台聯黨竟然是連格 那是不是說我們台聯黨對於修憲沒有興趣呢 還是說我們不努力呢 跟各位報告都不是 其實我們也很認真 我們也有很多的想法 但是真的我們這個要提出這修憲案來講 以我們是說 比如說在上一次的立委選舉的時候 我們有得到 118萬票的這個政黨票 但是我們只有三席的立委 我們要來提案的話 我們連門檻都跨不過去啊 因為這個修憲案不是說 像一般華麗案黨團就可以提 他這個要一定的連署 那當然這裡面我剛才看了 其實裡面有很多提案 其實也大家委員 倒也不是說完全那麼壁壘分明 國民黨我就不支持你的 或者民進黨我就不支持 我看這裡面有很多國民黨民進黨都 互相的連署的都有 那我們台聯黨 雖然我們沒有28名的委員 我們也可以去努力去 請國民黨或者是民進黨的委員同仁來幫我們連署 這個是我們可以努力 但是 如果說是只有這樣子的話 我們必須要承認一個事實就是說 不同的政黨有不同的政黨的立場或取向 那可能我們就大概就是只能提一些比較像 降低18歲法 那如果說一些比較立場比較鮮明的 我相信說這是一個很事實的一個問題 所以說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要講這個問題就是 突顯出來的就是說 我們這一個修憲的話 是我們今年很熱門的一個現象 但是 我相信我們在座很多的學者專家 你們除了來立法院參加這個公聽會以外 外面也有很多民間團體 都請你們去表達意見 或者是 發表了很多看法 可能都有很多的共識 但是我個人認為說 我們光這一個門檻還連都達不到 我相信說有很多的公民團體或民間團體 他們或許有很多很精闢的見解 但是 是不是真的能夠列入我們這一個修憲裡面的討論呢 我個人是很深的一個懷疑 所以我個人今天在這裡講的話是說 我們大家對於修憲是一個很高的期望 但是我們可能在制度上會有遇到這個難題 我們這一部分 我們也是希望說大家能夠想辦法把它突破 那我們台聯黨來講 我們可能會提出的就是改用請宴的案子 請宴的方式並不是說請宴就不可以提案 最有名的例子是柯媽媽的那個 它那個是一個請宴案 結果是完成了立法修法 那更何況這個修憲的話 這個也是憲法保障人民的權利 那以上報告謝謝 我們謝謝賴政堂委員 我跟賴委員報告一下 現在憲法規定是要有四分之一的提案 那四分之三的初期 初期的四分之三通過 那四分之一以立法院的人數 算起來就是28位了 所以台聯如果提案的話 我們來就民進黨和國民黨提議到聯署 這樣 好 那接著我們再請學者專家 我們請台灣人文公安協會劉伊德秘書黨 主席 各位學者專家 各位朋友 本來今天我們台聯黨是推薦的學者專家是陳茂雄 因為他今天有事情 那我是代理他來一次而已 本人算不上是學者 本人算不上是學者 因為我不是教授 也不是博士 不過我算是專家 因為在李登輝總統實在有修了六次縣 我那時候是國大代表跟我們 中山的同事 那麼我想今天要來表達三件事情 為什麼今天會有這個會呢 那麼大會周章 剛剛動員了那麼多學者 立委們也都很認真在出席 那就是表示我們 這個憲法有問題 這個憲法問題出在哪裡 在2005年 那一次修憲 那個叫做 老實講我在媒體裡面已經罵了十多年 那這個修憲 裡面最大的一個錯誤是什麼 其實剛才那個林明星教授有提到 就是他訂了一個 將來以後的人要修憲 那個門檻根本就跨不過去 就是那個問題 那我這樣講可能有些人搞不清楚 就是撐竿跳 大家看過了 撐竿跳世界紀錄 你怎麼會跳大概十一公尺 十二公尺這已經算很厲害了 那可是我們2005年那個修憲 大概訂了一百公尺 那就跳不過了 所以這件事可以造成我們 包括立法院各位租公 各位學者你們在這邊開會開老半天 結果都是白忙一場 因為就算你們 國民兩大黨有共識 提出了個案子 到了 而且可以順利 照我們阿輝伯 李登輝先生說 兩階段修憲 我們先來修第一階段那個 只要降低門檻就好那個事情 光要做這件事情 到明年1月16號一起投票 也投不過 各位可能會覺得 不可思議怎麼可能 這個都沒有厲害關係 只有降低門檻 李登輝先生說的第一階段 怎麼會不過呢 保證不會過為什麼 因為之前陳水扁實在 已經修了六次的公投法 公投法那個 才選民總共的一半的人出來投票的一半 也就是四分之一 贊成公投就過了 六次都不會過 這個不一樣 這個修憲公投 是要有一半的人出來投贊成 各位如果稍微有實務操作的經驗 就了解這個金本都不會過的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都在打嘴炮 說實在浪費國家的公堂 那我覺得很遺憾 坦白講那個黨中央 我們主席特別叫出來講話 不要罵到人 講制度就好 可是我一定要講 我覺得今天害我們這麼慘了 有兩個人 一個大壞蛋 就連戰 一個笨蛋就陳水扁 在2005年 其實剛才大家講的這些話 我們都講過了 當時我們都講過 這個德國聯理智慧多好 這個日本是很爛 這個我們不能讓這個 那個立法院變成議會化 變成就是地方跑突發的人 都講過了 不聽啊 他硬要訂這個 為什麼我說連戰是個壞蛋 因為這個東西對國民黨非常有利 對民進黨很不利 所以我只要改這個制度以後 以後國民黨躺著選都會當選 那當然連戰是為了國民黨想是用心良苦 但是對整個國家的制度來講他是個壞蛋 好到爽到國民黨 痛到那個全體台灣人民 那麼陳水扁當初是 當那個時候也是民進黨的主席 他老實講一心一意就想消滅台聯 沒有想到說這個制度下去 其實民進黨也會很慘 你看那2007年年底那次選舉 你看看民進黨才拿到總數喔 連那個部分區加起來才27席 國民黨那是80幾席啊 這應該還記得 這一次稍微好一點 國民黨也是64啊 民進黨那個政黨 政黨加區域也才40個啊 也差了24個 這個制度對國民黨非常有利 這個我們不要講一大堆理論 大家請看一下 去年11月29號那個 九合一選舉後 民進黨說這樣贏到有什麼賣 贏得很爽 你去查一下我去查那個鄉鎮市長的部分 其實 國民黨籍跟原國民黨籍現在變五黨籍 這兩種加起來還是過半 這是什麼意思就是 以我們現在這種區域立委的選舉方式 這73區 我敢跟你說民進黨要過半的機會 很低我不敢說0 可見這個制度是為國民黨量身製作 這樣的制度在2005年陳水扁居然 通令下令了 讓那些任務型國代就這樣讓他通過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在搞這個修憲 而且搞到最後一定搞不成 一定要怪一個壞蛋連戰一個笨蛋 陳水扁再加上 扣除當時的台聯黨跟清明黨的那個任務型國代之外的兩大黨的國代 這個就是這些不知道叫什麼蛋 我覺得真的是糊塗蛋 叫糊塗蛋 兩百多個糊塗蛋 一個壞蛋 一個混蛋 一個笨蛋 再加兩百多個糊塗蛋 就造成我們現在還要修這個線 而且最慘的是 不管我們現在講得去角川普講得多好 不好意思喔 你不要剛才那個在討論什麼 我們賴政昌委員講說 台聯黨在立法院裡面連提案都提不出來 因為才三個立委 我跟妳說 你們立法院就算國民兩大黨有共識 你們也只是提案而已 那拿出來是公民總數的一半要贊成 你們才會過 不然完了半夜都是排完的 所以這個是裡面最愚蠢的 這12條 2005修憲的第12條 這要怎麼改 我們阿彌白了 想出一個辦法不然先把門檻降下來 這問題是說 連想要降那個門檻都 都過不了阿 那怎麼辦 就大家想想看 好那我談一下今天的政題 今天的政題是政黨 我很簡單因為剩下一分多鐘 我主張 那個兩大黨 政黨補助這個是法律問題 但是我覺得兩大黨政黨補助 其實應該壓低在10%以下 為什麼兩大黨金主大家收拾要關閒 應該是讓小黨 所以應該有天花板門檻 政黨不是這是法律層次 那個天花板門檻要定出來 就是10%以上就不補助了 頂多補到10% 小黨的國會席制 小黨的國會席制 我認為台灣現在的情況 要把從5% 這是憲法層次 5%要降到1%為什麼 各位你可以看看現在的政黨 我們台電黨 118萬票才三席 選上一席立委要40萬 將近40萬票 可是你區域 我們現在不要講馬祖金門那種 普通的那個30萬人口的 都要7萬 只要7萬票就會上 政黨票要40萬票 光是這個政黨票跟區域 就漂漂不等值非常嚴重 所以呢 應該如果真的修得成的話 這是天方夜譚 但是如果真的修得成 我建議要從5% 政黨席制 那個門檻從5%要降到1% 這樣齁 那修董才有機會一次過 不是只有這樣 政黨不入金 以上報告謝謝 好 我們謝謝劉伊德秘書長 這個修憲的門檻 這個是大家現在共同面對的問題 讓我們一直希望往下修 那民進黨的提案比較務實 我們的提案就是要往下修 包括公投的門檻 還有包括我們要開放 除了立法院是唯一的修憲機關以外 民眾的連署也可以修憲 這是我們民進黨的提案 那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在場的好像李秉蘭老師 林中山老師 跟劉伊德秘書長 都擔任過國代 沒錯齁 我沒有勞告記 好 那我們接著就請這個 陳櫻淺老師 來 不好意思 謝謝 主席 各位先進 我簡單說明一下 我基本的看法 因為我覺得 這個所謂政府體制跟選制 還有政黨體制 原本這些都是緩緩相扣 應該一起修的 那第一階段我看起來 現在對於這種政府體制跟選制 其實是沒有什麼共識了 但是我只能夠簡單說一下說 哪些是很壞的選擇 已經有歷史經驗 第一個 如果才完全比例代表 是加總統直選 這是很不好的選擇 威馬憲法就是這樣 這有很多研究都已經顯現 就是它會造成政府不穩定 那第二個 因為德國這樣的關係 所以它現在採取這種 所謂的兩票制 而且是聯力制 但是有5%門檻 但是我在上一次的公聽會 我也報告過 他們這種體制 其實首相的權威是非常大的 所以他們說這個叫首相民主 甚至於第一任首相當了11年 然後大家說他是民主獨裁了 他常常罵憲法法院混蛋 真的是這樣子 然後還有就是說 他們也造成很多 像以前有一個小黨 現在已經拿不到5%了 就是自由民主黨 長達18年執政 最久的執政黨 那因為兩大黨都需要他 那這個是不是我們要的 這個大家要考慮一下 那事實上他們最近 聯邦憲法法院就宣告說 他們歐盟還有地方的選舉 5%的門檻限制是違憲的 所以他們現在歐盟的選舉 跟地方的選舉 是沒有5%門檻 但是這個判決之後呢 現在的大聯盟政府的裡面的 基督教民主黨呢 又出來痛罵德國聯邦憲法法院 說呢 不死人間煙火 把這個地方政治跟這個 歐盟搞得一團亂 無法運作 他們的秘書長出來 最近啊 兩邊槓得非常厲害 所以說我講過這個 代表性跟政府的穩定性 還有政府的可運作性 其實常常有些時候是 你必須有所取捨 那怎麼樣 這個大家要考慮一下 那我們可以想想看 美國最高法院曾經講過 這個 美國的各州 其實是美國聯邦的實驗室 很多制度你看各幫的運作 大概知道說 從哪種學習一些經驗 那麼聯邦好來實施 那我們現在談這種選制 談政府體制的時候 其實我們各地方政府 尤其直轄市政府的運作 就是我們中央政府的實驗室 所以大家想想看 如果我們現在改這個 所謂的內閣制 或者是改成說 這個 總理需要這個議會同意的話 那麼大家想想看 我們現在的台南市 市長就是李全教 那台北市的市長 就不是柯批 而是吳碧珠 那這個是不是大家要的 這個是不是大家要的 這個必須 因為你選制一做成之後 那結果就是如此 那其實我們現在很多 大家剛剛談很多所謂 票票不等值 其實齁 其實很大的問題 很大的問題 其實是出在這個 我們區域選舉裡面的票票不等值 那區域選舉裡面的票票不等值 那個透過選區劃分就可以解決 那當然憲法他說每縣是至少一個 那那個可能需要修憲 不過其實大法官4至721號沒有解釋這一部分 其實他是有解釋的可能 雖然不一定會過 那當然剛剛吳玉生委員提到說 如果你像增加區域的代表的話 那個區域太小 其實這也是一個問題 美國在制憲的時候 那個很有名的Madison 就第二任總統他就講過 這個區域太小的時候 那個議員就容易派系化 只考慮地方的利益 不考慮共同的利益 那這個是我們也要考量的 那至於說 其實 你說純粹的 當然我們都知道所謂的這個 單一選區制容易造成兩大黨制 這是大家常見的這個說法 但其實不必然 你看現在英國 英國馬上5月要選舉 大家預測 像經濟學人就預測 英國可能會從兩個半政黨 變成六黨林立 那當然這個其實跟各國的這種 這個歷史發展還有他的遇到的問題 都有很密切的關聯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沒有一個體制 是我們可以完全移植的 大家還是要仔細 大家靜心下來看 我們現在到底要什麼 我們到底面對什麼問題 那至於有的委員 他很有心他提出來說 我們區域80期 那不分區域64期 改成年歷制這樣好不好 其實我是蠻懷疑的 因為如果在德國要實施聯立制的話 他議員席是沒辦法固定 因為你固定出來的話 就沒辦法聯立制 不然除非就是說 可能會造成一個 我們不願意看到的結果 比如說80期 像2008年假設 國民黨贏50期 民進黨只剩20期 那區域 那部分區域 有部分區域 如果你把它固定說64席 那這樣就很難處理了 這樣變成說 除非那64席裡面 先分給民進黨30席 他才能夠平衡掉 他在區域裡面 他在區域裡面少掉的席次 那這樣部分區裡面 可以分的就只剩34席 那再來分的話 那就變成是說 你區域選得越好的人 部分區就會被懲罰 那這個不是我們所謂的 德國聯立制要的制度 德國聯立制是說 你區域選得好的人 你就保留你的席次 那你要區域選得少的人 我在部分區再補給你 因為要補給你 所以他的席次是無法固定的 那所以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議案根本就不可行 那如果硬要推行的話 到時候一定會產生大家 嚇一跳的結果 那所以我才講過說 這個選制的改革 還是緩一緩 反正下一次選舉 一定不可能實施 那更何況門檻那麼高 不如當然大家 其實大家想的都很有道理 那很多事情沒辦法兼顧 那大家還是 從長記憶會比較好 那至於政黨的路線 其實我有提一個書面報告 因為時間的關係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我特別提到 這個不管我們採取什麼樣的制度 其實這個政黨制度 他一定要把它處理掉 像黨產的問題 還有像政黨的民主化 那其實這個是很重要的問題 因為假如你政黨沒有辦法民主化的話 像比較政治的這個研究就很清楚 你踩總統直選的時候 那麼政黨容易所謂的總統化 那如果這個政黨再不民主的話 那總統容易控制政黨 那更加他的power更加大 那這樣的話整個權力分立的話 就會更加的危險 那如果你辭職內閣制 而沒有政黨民主的話 那我剛剛講的像德國那種 所謂的民主獨裁的危險性 就更大 所以其實不管我們採取什麼制 這個政黨的民主都很重要 尤其有一件事情 是大法官造成的這個歷史的錯誤 就是大法官4至331號 他說部分區委員 只要喪失黨籍就喪失議員資格 那我知道我寫過文章 這個應該要改過來 那大法官自己要修改當然可以 可是可能也有一點難度 那趁這個機會大家好好來討論 那至於要怎麼改 我月除帶跑 我最後有寫了一個修憲的條文 供大家參考 以上報告謝謝 好我們謝謝陳寅錢老師 的確啦 每次困擾就困擾在這裡 討論整部 結果又配合政治的環境 大概到最後都不會解決 不過這個我們還是要想辦法 整體性的思考 接下來我們請李炳南教授 委員會主席 在座的各位委員 各位學者專家 很榮幸說要來這邊發言 我想先就兩個比較簡單的議題 表達個人意見 之後把我的意見 集中在國會議員的人數 跟制度上面 那麼首先第一點 關於這個選舉前 降低我18歲這個議題 我個人認為它的急迫性 不如增加不在一起投票的 這個議題的急迫性 我想 管理選舉前 降低為18歲 無非就是要增加公民的參與 來擴大我們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 那麼現在在不在一起投票這個問題上 我們已經有幾十年來 到達20歲以上的公民 因為種種的原因 甚至包括公務的原因 而不能行使它的公民權利 那麼這個從公民參與的角度上來講 當然它必須要被解決的優先程度 是遠遠高於 今天還有或多或少爭議的 降低18歲公民參與權 當然我個人也不反對 這一個降低這個案子 但我認為它的優先程度 應該是低於 增加不在一起投票 這樣的一個修憲議題 這是第一點 那麼第二點呢 同樣正在公民參與的角度 我覺得不是在修憲的範疏之內 但同樣也應該加以考慮的是 選舉投票的方式 選舉投票的方式在一些 國家呢 現在已經採取電子投票 這一種投票方式大幅度的增加公民參與 也就是投票率 甚至可以到達95% 那麼這兩個問題如果一解決的話 其實大家所在談的修憲的門檻 我覺得是某種程度上呢 可以降低它的困難度 那麼這個是我個人認為在第一個層面上 我覺得我想來簡單表達 那第二個呢 是關於一個選舉制度 我簡單表達我個人的意見 我戰場 往德國市的選舉制度的方向來修改 那基本上它就是 依附在政黨比例的這個制度上的一個選舉制度 那麼至於相關這個討論 我想今天很多的選舉專家 包括之前的這個討論的紀錄呢 我都看到我個人就不在這邊再展開來敘述 那麼第三個呢是關於這個國會的制度問題 國會制度問題呢 我今天比較想花多一點時間談這個國會議員的人數 個人在當國民大會代表的時候 跟民進黨的人民生代表啊 那麼進行了一些研究 那麼研究呢 主要的依據是大英百合全書上面的一些統計資料 那麼下面這個數據呢 我簡單的把它念一下 就現在呢 在這一個民主先進國家裡面採行醫院制的呢 有南韓 希臘 匈牙利 葡萄牙 瑞典 以色列 丹麥 芬蘭 挪威 紐西蘭 冰島 那麼採行兩院制的民主先進國家 有美國 日本 德國 英國 法國 義大利 西班牙 波蘭 加拿大 澳大利亞 荷蘭 捷克 比利斯 澳大利亞 奧地利 瑞士 埃爾蘭 盧森堡 那麼大概這樣 所以這裡面我們可以看出來 第一點呢 民主先進國家裡面採行兩院制的比醫院制的還多 這個是我等一下 我在報告中的這個後判斷 那現在我先來講講這個人數的問題 在這個醫院住 這個醫院住我剛剛所念的這些國家裡面呢 人口超過一千萬以上呢 只有三個國家 匈牙利 希臘跟南韓 那南韓的人口是四千四百八十萬左右 他國務會議員的人數呢 兩百九十九 希臘呢是一千零五十萬呢 他國會成員的人數三百 匈牙利是一千零二十五萬呢 他國務會議員的人數呢 三百九十四 那麼至於兩院制國家呢 這些國家啊 他的國會議員的人數 他的選民的人數呢 他的人口人數呢 低於一千萬以下的 只有奧地利 瑞士 艾爾蘭 盧森堡 那我以這一個奧地利為例 他是八百萬左右 那麼選他的這個國會議員人數呢 他是兩院制 那麼下議員人數呢 一百八十三 那麼上議員六十三 總共是兩百四十六 人口呢只有八百萬 而我們台灣現在人口兩千三百萬 再講一講瑞士 他七百零三萬 他的下議員呢 議員人數兩百萬 那麼這個上議員呢 是四十六席 也將近兩百五十七 那麼簡單來講 歸納這樣來看啊 依現在台灣地區 兩千三百到四百萬人口來看呢 現在的一百一十三七 的確是太少 你可以看這一個 我這個資料還算是比較舊的 現在人口應該是遠遠比 這個我剛剛念的還要多 我覺得這個在修憲案裡面啊 適度的來增加 國會議員的席次 我個人是支持的 甚至我覺得現在修憲 提案當中所提的一百四十一百五十一百六呢 我都覺得還不太夠 在過去的一些研究裡面呢 甚至估計就是說 可以到達兩百八十三席 如果我們來看這些統計來講 他的均數是落在每五萬到十萬個人口當中 產生一席國會議員 而過去的兩百二十五席呢 其實已經高達到十一到十二萬 當時其實是不應該下修到現在這個 這個門檻 那麼簡單來講 我覺得這個部分啊 那麼是我個人 兩院再能適度的來修改 那麼第二個就是最後呢 我覺得我花一點時間來講一下 就是關於這一個 一院制兩院制的問題 我在各位立法委員的面前 我覺得今天我不會演講 我覺得立法院的表現不好 那個人認為這一些研究 我容許我用書面來補充 我覺得兩院制呢 可以適度的來緩和今天立法院的問題 那兩院的這個表現啊 能夠相互的競爭 那我簡單來說呢 我覺得就是說 兩院制可以阻止 一院制國會議會專制的弊端 可以即時廣義 並免除輕率欠考慮 激進立法之幣 而大幅提升立法功能跟品質 可以保障少數階級或租勤 可以擴大參選空間 培養政治人才 那麼第一院如果躺遭解散 第二院的存在啊 可以免除國家陷入沒有國會的狀態 最後就是第二院呢 可以作為政府與第一院之間的調和機構 緩和行政跟立法的衝突 那麼以上這個報告呢 我時間到了 請主席允許我用書面再補充 謝謝 我們謝謝李炳南教授 我想李炳南教授又提出另外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我們這個國會人數到底 第一個跟人口有關 第二個跟你多少人選舉有關 第三個跟一院制兩院制有關 那第四個跟剛才聖教授所提到的這個委員會 由委員會的這個數目 來計算這個合理的人口數 合理的國會議員數 那這個都是方法都是方向 那但是立法委員 我們來負責審查修憲 我們有一個不太敢碰觸的困擾 就是說 只要一提到要增加國會席次 那我們鐵定被罵死 鐵定被罵死 所以現在談的國會席次 都是從第十屆以後才開始談 從第十屆以後 我們現任是第八屆 然後都會從第十屆以後才開始談 那為什麼過去從二二五降到一一三 那現在到底要什麼樣的方向 才是一個合理方向 我想這個還有很多的討論 對立法委員來講 增加席次我們都樂意 但是恐怕不是這樣的考量 好 我們謝謝李炳南教授 接著我們請油美女委員 主席還有我們在場的委員 以及所有在場練習的專家學者 今天是我們立法院的修憲委員會 的第六場的公聽會 那今天我們進入到更實質的議題 就是牽涉到這整個一個 國會制度的一個改革 那國會制度的一個改革 當然就會牽涉到這個選制的問題 因為我們也知道說 這個要創造一個進步的國會 我想這是不管是要總統制 或是內閣制的一個必備的一個條件 那所以呢在這裡要創造一個進步的一個國會 當然這裡面一定會牽涉到的 就是怎麼樣能夠來創造一個進步的國會 當然就是要以這個落實呢 就是以民主為初衷 這樣的一個基本的原則 因此這裡要來探討的就是這個選制的一個改革 那剛剛很多的專家學者都提到就是說 目前我們的單一選區兩票制 這樣的一個規定的一個結果呢 我們現在目前這個立委的席次呢 其實是太少的 所以呢很多很多的學者也提到說 是不是應該要增加席次 那到底應該要增加到多少的席次呢 剛剛李教授也提到說 是不是增加到283席 那也有政治學者呢 Rain Taker-Petter呢 他就提到說 這個所謂的這個席次呢 他是不是應該要 他應該要以這個所謂的活躍人口 那乘以2呢在開立方 那活躍人口的定義就是成年 市制人口 那根據我們的內政部的這個統計的通報呢 我102年底 戶籍登記的人口的年滿15歲以上 一共有2003萬人 那市制率呢98.39%呢 那用這個數據來計算呢 大概就是 這個1971萬人 那這個在開立方根 那就是270人 所以到底是多少 283或是270 我想這個都是可以再來討論的 那所以呢 對於這個選制的一個部分呢 當然我們也知道說 目前呢 這個所謂的票票不等值的這個部分呢 那怎麼樣來 讓這個 就是選區的一個發分 那以及呢 這個 就是這個部分是應該要 讓這個席次呢 跟你的得票率跟席次呢 要能夠呈現 要能夠呈比例呢 我想這個是要去改革的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牽涉到說政黨 那政黨不管是說我們說 內閣制或者總統制 那對於這個政黨的一個公平競爭 那一個健全的一個政黨政治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政黨的一個公平競爭呢 會牽涉到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黨產跟黨營失業 另外一個就是公費選舉 那黨產跟這個所謂的黨產或是公會選舉 這個部分到底要不要訂在憲法裡面 我想這個部分大概就是用這個法律來規定就可以 那法律的規定呢 我們也看到說 在這一次呢 既然是說要修憲 那其實跟這個修憲有關的這相關的政黨政治 那個政黨法 那政黨法 那今天我們看到說整個一個歷史的一個根源呢 國民黨所謂的這個不當的黨產 那這個應該要去處理 可是非常遺憾呢 這個我們民進黨所提出的政黨不當取得財產的這個處理條例呢 已經13年來呢 一直在立法院被杯葛了200多次 那一直沒有辦法進入的程序委員會 所以今天如果說真的是大家有意要來修改憲法 要好好去建構我們的一個政黨政治 我想對政黨法還有這個不當黨產的一個取得的這個 處理的條例呢 應該是那個先決的條件應該先要來處理 以上謝謝 好我們謝謝游民女委員 我們接著請這個李旭銘教授 主席 各位委員各位學者先進 你們好 今天呢 我們看了這個主委委員的這個提案呢 除了政黨入憲 臨歷病例制以外呢 在這個1067號的各委員會提案裡面呢 我大概摘要了一下 其實在我的書面都有 但是我也請各位先進大概也了解一下 我們這次修憲 其實是修憲的範圍蠻大 也修的蠻好的 像降低選舉權為18歲 總統提名 行政院長由立法院同一任命 還有還有這個院長 副院長呢 得由立法委員兼任 還有其他部會首長也有兼任 還有立委席次的這個調整 然後呢 資深的立委 資深的立委 還有功能系立委呢 排入不分區 以及區域立委之中 這個對增加以後的立委兼任官吏 都是蠻好的 然後徹底實現升級區域化 還有廢除監察院 廢除監察院等等 然後呢 他職權由立法院行使 還有廢除考試院 他由行政院設立獨立機構 降低修憲的門檻 以及配合選舉年齡 以及立委增加的席次 以及增加不在籍的投票 各位可以看一下 其實當我們看到這個大概一到十項的時候 我們可以發覺 國會本身呢 擴權擴得相當大 擴權擴得相當大 也就是說 當我們說呢 這個總統有權無責 行政院長有責無權的時候呢 實際上我們也必須看看 以後假如說真的是朝這樣修憲的話呢 未來的行政權會是怎麼樣 我想現在的在野黨也可能都未來執政 那現在的執政黨也可能是在野 那是不是一個國會本身 是不是需要那麼那麼大的這個權利 我們來仔細分析一下 當然本人是真為降低18歲 還有這個行政院院長的同意的任命 以及恢復行政院院長有關部會的附屬權 還有降低聖誕門檻等 甚至不在籍投票 這個都是本人都很相當贊成的 但內閣制裡面 我們講到為恢復內閣制 內閣制裡面最重要精神是什麼 那麼呢 也就是說呢 我們現在憲法 他所規定的總統所想的被動解散國會權 也就是說不信任這些投票 那麼立法委員本身也應該把它恢復嘛 也就是說立法院通過對行政院長 不信任投票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是行政院長 這就不是總統了 可以選擇辭職 或者提請總統解散國會 交由選民重新改選國會 這才是立法院同意權呢 行使呢 這才是立法院同意權呢 提名的精神 就是說由行政院長提名精神 很悍然就是說 在這裡面呢 朝野委員居然都沒有提出來 當然呢 我這邊很斗膽地講說是 國會本身不能老是挑軟柿子吃 但是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你立法委員也大幅增加到了150席 區域資深立委也大增 那麼呢 我們可以未來以後呢 可能的行政人才呢 也都是從區域或功能性的立委出來 那麼 國會本身是不是擴權擴得很大 那在這裡上呢 我們為了避免人家來說像的話 這個時候應該是怎麼辦呢 那麼 在制度設計上呢 我們資深制度的建立 並非局處於立法院院長或副院長的唐稱 而是要在各個委員上呢 我們要設立所謂專業資深的制度 當然這個時候就提到所謂的 立法院職權行事法裡面 我們要做很大很大的改革 我們呢 就必須像實現三權分立的國家一樣 國會是什麼 是培養人才搖籃的管道 而不是關梭於政治獻金的溫床 所以說呢 屬於三權分立國家的制律 我們應該建立 至少呢 應該落實國會警察權制度 建立調和國會意識衝突的規則 加強各委員會的意識功能 改進黨團協商制度 建立委員對黨團協商制度 有意義的時候呢 跟美國一樣 推翻其結論的這個機制 這個機制建立以後呢 這個我剛剛所講的前面的一到十項的 這些修改的提案呢 你本身你才有意義 要不然國會本身 你會奔一個旁人的巨獸 至於說監察權行事的部分呢 當然在這個地方可能今天沒有人提起來 我再次提起來 就是說你監察權你改由立法員行事 使呢立法權的功能大為的增加 但是呢 但是呢 我們可以看看 當我們覺得說 監察權由立法權行使的時候呢 其實三權分立的國家 你真正能夠將國家帶向富強康樂 經濟發達成這樣 並沒有很多 當然美國是很成功 或者少數的歐洲國家很成功 但是呢 中南美國國家並不是很成功 所以國父村中山先生他建立五權的這個理由呢 非但沒有消失 時間越久呢 我們越能證明其真知著見 那監察權的獨立存在呢 本身呢 它是有其實質意義的 就是以現在媒體追溯的 美和式的必要而言 實際上就是起源於監察院的 調查報告 以及他的糾纏案 會造成風起群見的結果 所以諸位委員 我們不如另一層思考 就是說我們專注消歸朝誰的重要性 他可以造成後世的文景之事 同理當孫中山先生 五權憲法的儀式 在台灣實現 形成中華民國特色的民主法治的時候 他使台灣成為華人社會下的 享有民有民智民想的唯一民主法治 那台灣消歸才誰呢 五權憲法 卻有其存在價值 誰說五權憲法之下 台灣沒有制衡 制衡仍然相當相當多的 那麼你行政權下面呢 你擺了一個考試權 那實際上你讓考試權獨立 那行政權下這個行政權 考試權 他只是把這個什麼 考試權矮化而已 他人緣編制都在嘛 其實本身一點意義都沒有 所以維持五權憲法的格局 站在這個本人的立場上呢 我是比較贊同的 我不願意說很激情的 或者是說認為呢 台灣呢 這個要有轉型正義 或是什麼 由極權要走向民主 你一定要走向這個三權 但你激情下面你做的決定 往往會錯的 就跟我們2005年 立法委員減半一樣 到現在我們還要增加 那本人是贊同 是增加的 因為基本上 從150位到200位之間 他是可以的 那麼他也可以變成 我們國家的搖籃 當然 國家培養人才的搖籃 當我們國家培養人才的搖籃 不光是從學者專家起來 或從考試起來 你從立法委員本身起來 都是可以 因為他們有很多很多經驗 這個是我絕對贊成的 但是你本身呢 你確實也要做到 立法委員執行法 你哪個地方你要做改一改 就跟我在我的 我的這個書面所講的 第四頁所講的 你這起碼也要做到 所以說呢 最後呢 我再提到 我但第十一 第十一 第十二 也就是說在這次提案裡面 沒提到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 這個政黨 政黨路線 當我們講到政黨路線的時候 就是政黨路線 那本身呢 我是蠻贊成 有些委員提到 政黨路線 弄在政黨法裡面 你不要提高到所謂的 這個憲法的程式 特別是政黨路線 你跟黨產掛在一起的話 我想全世界是沒有 沒有沒有這樣的做法 因為黨產有它這個歷史的原因 那現在已經經司法院大法官的解釋 有它這個基本上的 現代法治的正當性所在 當然你要談它是政治問題 也好所有過去的不當 可是現在它是什麼 已經正正當當的存在 你要再講它的這個不公不義的話 本身有另外一般人 是不太能夠接受 那至於說聯力跟病例制的這個問題的話 實際上聯力制 它是對於所謂的 現在聲望極高的這個政黨 是蠻好的 為什麼 因為聯力制它是以第二票 它來決定所謂政黨的票數 假定說現在的某一個政黨認為 它在下次選舉中呢 國會的選舉中 可以南瓜一半以上 它占然贊成聯力制 可是不要想到 民意是流水的 民意是流水的 你不一定現在 聯力制對你好的話 下次又對你好 所以至少並力制的話呢 它簡單計算 那選民同時表達呢 同時表達對政黨的這個愛好 那麼呢 而且呢 它呢 它沒有像這個聯力制 以後會有超額計算的基礎 所以維持現在狀況 至少我還是贊成的 OK報告到此結束 好我們謝謝李迅民教授 我們接著請陳耀祥教授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學者專家先進 大家午安好 那今天呢 最主要談到這個國會制度 跟政黨制度這兩個部分 前面有很多的委員 還有這個我們專家學者提出非常多高見 那在這裡我在後面再補充一下 我們這次為什麼要修憲 基本上來講還是要回到所謂修憲的目的 跟它的目標是什麼 那我認為這次的修憲基本上來講的話 是所謂的擴大多元參與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 還有這個目的 那所以我認為在國會制度的部分來講的話 有兩個可能基本上的原則可能要先確立 就是我們在每次修憲的時候 還是要一些基本原則的思考 這個方向才不會走偏 我認為第一個 國會制度的改革要體系的改革 而不是講國會而已 而不是講選制而已 因為國會基本上來講 是一個所謂政治運作的權力核心 所以國會的整個運作呢 必須是同時思考到總統 思考到所謂的行政院院長等等 那第二個 國會的運作裡面 我認為這次要多元參與 擴大多元參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 那在體系的改革的部分呢 基本上來講 我認為 現行的五權分立的制度 我是比較認為是分權過戲 所以我認為基本上 應該是要把檢查權回歸到立法院 回歸到國會 然後考試權回歸到行政院 基本上世界每個國家 其實都是有檢查權這個功能 也有考試權這個功能 都有 只是說我們要不要設計到 是一個院的層次 這個層級 一級的所謂憲法機關的行使 我認為是強化國會 強化行政權的互動是很重要的 甚至於我認為 除了考監兩院廢除以後 我認為在副總統這個位置 其實也可以廢掉 其實副總統基本上 在我們的憲法裡面的功能並不大 那我認為我們將來走向的總統制 或者所謂的回到內閣制這種機會 我認為都不大 如果你要回到內閣制來講的話 基本上你要跟人民解釋說 為什麼我們要取消總統直選 那如果總統要直選 你不可能一個直選的總統 是沒有任何權利的 只是一個虛偽元首 所以我認為呢 反而是在未來休憲的時候 還是應該要明確 總統的職權還是要列舉的 所以說行政權的部分 總統還是有行政權的部分 只是他的行政權是列舉的 其餘是屬於所謂總理 也就是行政院長的權限 這個基本上還是要注意的 那剛才也有先進提到這個 倒閣權 被動的倒閣權這個部分 被動的解散國會權這個部分 我認為除了 我覺得我們的解散國會 跟倒閣權的確可以去思考 要怎麼再去重新設計 那在這裡我認為 為了避免小黨林立 有一個叫做所謂的 建設性的倒閣制度 是可以去思考的 建設性的倒閣制度 就是德國 所以你要倒閣前 你不要去思考說 你接下來的行政院院長 要是誰的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 這個基本的精神要去思考 所以說 其實在這次修憲裡面 我們可以講 國會的這個制度的改革 基本上是不可能通過的 因為它非常複雜 大家的意見也非常的多 所以我贊成 我們上次一定在提的 這次的修憲呢 只是第一開始而已 我們認為限改是一個多階段的 不是兩階段 甚至是多階段的改革的過程 那在國會的這個制度部分來講的話 剛才我們前面也有教授提到 如果我們要採德國式的這種聯力制 那不管它的門檻是 維持5% 還是所謂的有的降低到3% 有一個非常基本的觀念就是說 我們立法委員的這個人數呢 恐怕不能用現行的這種 所謂定額制的方法去處理 其實我倒是覺得說 立法院不必怕說提出 認為增加立法委員的 就一定是所謂自肥的現象 因為增加立法委員一定是下一屆才開始 不是這一屆的立法委員 而且其實我們在公民團體 像我是全國憲凱聯盟的副召集人 我們在公民團體裡面討論裡面 其實對於增加立法委員並不 是主張是要增加立法委員的 因為你既然要主張多元參與的話 你不可能立法委員人數那麼的少 我覺得這是一個基本的觀念 而是說我們要設計上 既然有一半是要不分區 一半是要區域 到底我們要多少人選出一席的區域候選人 我覺得這個部分呢 可以將來只要在憲法上定基本原則就好 細節的部分呢 授權給立法委員去制定選罷法去規定就好了 我認為這個因為這個立法委員的人數會學著人口 它是跟人口是密切互動關聯的 所以人口增減而增減而增加或減少這個立委的席次 所以我認為應該是採浮動制 而不是採目前的這種所謂的固定制的 那至於剛才有提到這個所謂的降低門檻到3%這個部分 我認為只要我們有其他相關制度配套 比如說剛才所講的這種像這個所謂建設性導 要倒閣這些部分來講 門檻的降低我是贊成的 我認為不應該只有兩黨來參與 而且應該是多黨 而且我覺得台灣也必須要去適應這個所謂多黨的文化 聯合內閣將來一定會形成的 因為在我們現在的所謂的從選舉民主 走到所謂參與民主的過程裡面 只有兩個政黨是沒有辦法滿足人民參與的願望的 所以我認為這個部分 可能在將來在整個選制 或是在那個憲法裡面修正的時候要注意到這個 最後部分來講到政黨 剛才前面也有先進講 政黨已經不是所謂的憲法外的現象 政黨其實反而是我們整個憲政運作的核心 那為什麼政黨要路線 我也贊成政黨要路線 但是政黨路線基本上是一個基本原則 比如說我們剛才所提的像政黨的所謂的黨內民主 像政黨的財務公開 還有政黨的所謂黨營失業的問題 還有違憲政黨的解散的這個制度 我認為你要學習 我覺得這個都要整個去參考他整個精神 其實全世界各國的政黨法 有制定政黨法的國家 比如說從德國開始 包括義大利也好 包括西班牙也好 包括南侃也好 這些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是什麼 他們曾經遭受過所謂的威權獨裁的過程 所以德國當時為什麼會制定政黨法 為什麼會在憲法基本法21條裡面會政黨路線 其實那就是納粹的經驗 那我們現在講說不只是政黨路線 包括所謂的轉型正義的部分 我認為將未來在修憲的過程裡面 包括政黨這個地方也要適度的加入 因為這個基本上來講 是台灣整個民主線運作過程裡面 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經驗 我們認為這個基本上來講的話 政黨的部分 所以我個人提出一個潛見 我認為從這一次九月真正的歷史教訓 可以看到說 我認為未來的總統不可以兼任黨主席 我認為未來總統不可以兼任黨主席 因為我們的制度非常特別是 我們既然總統又是直選 可是總統又可以兼黨主席 然後呢 變成總統可以用黨紀的方法呢 可能把整個權力呢 或把整個手伸進國會 甚至於可能用其他方法呢 來把國會議長都拉下來 這種我覺得在憲政運作 這是非常不好的一種制度設計 所以我主張認為總統呢 不可以擔任黨主席 避免總統可以透過政黨 而形成一個獨裁的現象 所以簡單來講 防衛民主 基於防衛民主的概念 政黨必須要路線 而且基於台灣的憲政經驗來講 我認為總統也不適合 擔任黨主席這個位置 所以將來的憲法上 我覺得應該予以明目規定 謝謝 好 我們謝謝陳曉翔老師 那剛剛有幾位老師都提到 這個考試院跟監察院 我跟各位做一個資料的補充報告 現在有關考試院監察院廢除 總共有三個案 有三個案 那陳廷飛委員 陳其邁委員是直接廢除 那我的案比較不一樣 我的案就是監察院的部分 審計我們認為是獨立機關來行使 那至於考試院的部分 我是把考試院的部分 考訓保 這個就是未來由獨立的文官學院來處理 那只有權序部 權序部跟未來這個行政 不是跟未來 跟現行的這個行政院的人事行政總處 就整並 這是我個人的提案 好 我們最後請林中山教授 那林教授發言完 以後我們就進行第二輪 好 主席 還有我們現場的立法委員 以及這個還留下來的 謝謝專家 大家午安 事實上來談修憲 對我來講的話 百感交集 因為在當國大代表的時候 有四年時間 我們那四年就修了三次 那當時候在處理的過程當中裡面 我一直是反對修憲 我不認為一個憲法是可以這樣的糟蹋 尤其是中華民國十年修六次 打破全世界的紀錄 何況台灣還是 中華民國還是一個剛性憲法的一個國家 那能修六次 應該講政黨的協商度非常高 協調度不然怎麼修改呢 門檻幾乎都要四分之三 現在來講的話 還加上公民婦節是對的 要總額過半數 那假如是以四分之三要通過 那是高度政治學商的一個技巧 那假如全民的共識過半數 那也是剛性憲法的一個精神 所以我是感覺今天來參加 那我一個感覺是說 我們到底是真的是來談修憲呢 還是只是表達修憲的理念 來交換一下修憲理念 我感覺到 這一次來講的話的修憲 可能只是一個主張的一個交換 那應該講是說熱身賽 熱身的這個狀態 而不是真的能修 理由是有幾個事情 那我想在一個還沒有講這個之前 我很高興就是說 這一次的這個公聽會 我聽完以後 藍曆之間的一些協界 它是有共識的 譬如說講這個 我們的選舉制度 那到底有沒有意思要調 我看起來藍曆之間來 對於德國的補償數的連曆制 好像是有共識的 這件事情我在當國大代表的時候 我也是主張用這樣的一個制度 那這裡面就是跟我們今天的主題 有談到一件事情相關 就是票票等值 到底我們怎麼去解釋這個票票等值 今天我們談的票票等值 今天我們談的票票等值是不是 人民投票給政黨 能盡可能讓人民投票給政黨的票 可以票票等值 基於這個理念來講 就比較接近於德國的補償式的這個 這個連曆制的一個設計 那就是反正人民投給政黨以後 那的總席次已經出來了 那完以後 因為德國的這個原來的比例代表是 它並不能夠凸顯顯然的一個設計 那採了單一顯機制以後 它本身就多了有顯然的設計 所以百分之五十是有顯然的設計 那今天來講話 包括這一個有幾個學者在談 那我們的比例 是不是調百分之五十對百分之五十 我個人也支持百分之五十對百分之五十 那現在目前的這個病例制 我們是跟日本的一個制度相似的 日本才六十比四十 我們才七十比三十 那日本當時設計 病例制的一個設計 這個六十比四十 目前就是因為 它自民黨希望能夠過半 透過病例制增加它過半的空間 那台灣來講的話 我們設計七十比三十 更是讓大黨可以更大 那假如是這樣的話 所以怪不得在2008年那段時間來講 你說國民黨要再調這個病例制回來 它不願意啊 現在來講的話 民進黨有沒有可能要改這個病例制 那你假如從現在的民進黨的優勢來講的話 它未必要改啊 但是重點就是說 因為民進黨沒有完全有把握 在家那個蒙古空間當中裡面啊 假如要把它調成德國的補償式的這個連例制啊 是有機會的 那就看 現在大家是不是希望長治久安 剛剛劉茵農教授有特別提到 以這個 以上一屆的這個選舉的這個數據來講 那你民進黨來講的話 會發現它非常不公平 好 同樣的問題會不會發生在這個明年年初的選舉 因為我們這一次的修憲也用不到明年的年初選舉 所以大家可以驗證 假如民進黨的趨勢好 那你應該配合連立委的選舉啊 他的席次也被大幅增加 國民黨大幅減少 所以我們今天來講是希望把話講了 那成為一個紀錄 這個紀錄 有助於大家記得 那一刻時間到的時候 我們假如要再改就很難了 假如是我們認為說漂漂等值 政黨的這個漂漂等值很重要 那希望大家就來注意這個問題 那至於到底門檻要不要從5%降到3% 那這我想是一個配套的 這個部分5到3之間是一個某5空間 是可以計算的 到底怎麼算 那這個是可以談的 當然要維持二大二小 基本上就要5% 你假如要兩大這個四小 那你有可能出現3% 就以台灣目前來講的話 你要兩大這個四小的話 有空間 3%是有空間的 好這個是一個我們對這個看法 另外來講的話就是 到底這個政黨該不該入選 那我必須講一件事 憲法是國家的組成企業 人民跟人民約定要怎麼組一個國家 我們在訂這個企業 所以企業在訂的時候 只有把國家的重要因素才擺進來 我們要組政府 我們要保障人權 我們國家要有基本國策 這樣的一個基本設計才擺進來 政黨到底是不是絕對必要擺進來 這我們不得不思考 是台灣的特殊的環境 才會使得很多的教師認為 我政黨會擺進來不可 那這裡面我個人的一個看法 假設要把那麼複雜的政黨因素 全部擺在專章裡面 做不到的 那我個人認為 有特殊性 那訂一個政黨法是必要的 就好像吳醫生委員提到的 既然各種把柄都有了 那就好好的談這個 就在立法處理也可以的 何況憲法裡面並沒有處罰條款 憲法是不定處罰條款的 只有你要在法律才有處罰條款 未必政黨法用法來定 會比入憲來的差 好另外一個情況就是 談五權跟三權的問題 那必須講一件事情 監察權跟考試權 基本上是對於官吏的部分 考選以及監督官吏的問題 他不設直接對百姓的統治 三權的行政立法司法是涉及對於 這一個人民的統治的治理 所以我們一直這樣講說 三權跟五權的一個對比 我想這個意義不太大 那百姓本身在這個議題上面 雖然現在也沒有共識 我認為說還不至於先來處理 可能比較有可能的是 18歲大家支持這個有投票權 你要不再集投票的部分 空間比較大 我想我就先歡迎到這邊 謝謝 好我們謝謝林中山教授 當然很多的問題要配他的考慮 那民進黨從頭到尾沒有反對林立志 先跟林教授報告 好接下來我們就開放第二輪的發言 第二輪我們不照順序 然後每人發言三分鐘 好我們請劉秘書長 劉秘書長不好意思 我程序要走 我們另外還有兩位登記的委員要發言 不過他們現在都不在場 陳其邁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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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場 張家俊委員 張家俊委員 張家俊委員不在場 好那我們請劉秘書長 謝謝主席 本來是剛才就想走 不過我想留下來想講幾句 如果真的大家想修憲的話 我有一個比較實務性的建議 因為本來李登輝先生在顧慮的是說 門檻那麼高 修也修不修 要兩階段 第一階段如果要修的話 應該是在 明年1月16號一起 那兩大黨都有共識的情況下 一起來投票 不過我看這個樣子 因為大院你們大概也就開到 這個會期在開什麼時候 在五月底 六月中 我看是 光是 立法院內部要取得共識 已經不可能 不過我倒是建議你們 訂定一個辦法 大家可能 如果 記憶還不錯的話 應該記得那個 十五年前 小弟在擔任那個 國民大會的民進黨團幹市長的時候 那個是國民黨 民進黨的林毅雄跟新黨 那時候還沒有 那是新黨 通通反對那個修憲 結果國民大會竟然以超過四分之三 那麼通過了所謂沿任動選案 大家還記得 那可是因為大法官會議解釋無效 所以幾個月後就 實質國大就廢掉了 本來也算 在不可能之中創造可能的 這 的一件事情 那我做一個很簡單的建議 這個是立法院要很鄭重的 這不是開玩笑的 要鄭重的考慮 你們要制定一個叫做 公投修憲獎勵投票的條例 那麼 怎麼意思呢 就是只要有公民投票的時候 你出來投一票 政府會給你一票五千塊 大家就出來投了 這樣才 而且你那個 那個門檻要定高一點 不能說出來一頭 投一投也沒結果 也領錢 就是 你投票率達到75% 當次的修憲 投票率達到75%之後 所有出來投票的人都可以拿 平單去那個地方政府一票 領五千 我告訴你投票率就很高 而且修憲就修得成了 因為 其實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不管 提了多好的案子 多少的案子 最後你都要面臨一關就是 公投的時候是過不了的 以上 這個是實務性的建議 請考慮看看 謝謝 好 謝謝劉秘書長 還有沒有其他要發言的 李教授來請 主席各位學者先進 還有各位記者先生 我補充一下剛剛因為 比較奇或是資料比較多 我剛剛沒有提到的這個部分 那實際上呢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正常路線裡面呢 我們講的講的蠻多蠻多的 可是我剛剛是有特別特別的提到 當一個憲法的這個修改呢 絕對不能是一個激情的 那這個李老師或者 這個基本上對憲法的這些 這些修訂或他未來長久的打算 我都是以他的功能來看 當然學者的論述 是也很重要 像中山老師講的學者論述 講的比我好 但是我都比較從過去的歷史的 這個經驗來看 你看整個我們在台灣 我們中華民國的這個憲法 你從李登輝一直修憲 一直到陳水扁總統這個修憲到現在 我們很自然的讓他政黨輪替 我們夾著這個總統制的這個外衣 或雙重制的外衣 那實際上呢 實際上呢 骨子裡面呢 這個 骨子裡面還是有藏著 所謂內閣制的這個精神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就是一個蠻特殊特殊的狀況 好的那時代變遷 那我們現在呢 為了要弱化總統的權力 給這個所謂行政院長一點職權 我們讓行政院院長 要經過立法委員的這個同意 才能認命 這個恢復 我覺得這都是相當好的事情 這都是相當好的事情 那2005年很激情的 把立法委員減辦以後 我們再恢復立法委員的歧視 這些都是很好的這個事情 好了 你說我們現在要政黨入線 政黨入線的話 你這個時候 台灣絕對要排除過去 所謂的轉型正義 所謂悲情的這個看法 要看未來台灣走上民主法治國 未來該怎麼做 你現在假如說純粹 純粹的說 不是兩黨的良性競爭 而是純粹到目前 還是比較狹隘的 報這個報復的這個看法的話 而且認為 執政黨 現在的這個執政黨 每年還有一億七千萬的 這些補助款呢 你給這些候選人 或多的錢給候選人 除非法律上你能證明 政黨的這個補助 給了這個候選人 候選人去買票 要不然的話呢 你其他講的 都是什麼 補風作役 所以政黨入線 我覺得是一個很高難度的 這個工作 至於說 聯力病例制 我個人沒有特殊的看法 我目前可能還是比較 維持在現行的 病例制的這個狀況 因為聯力制的話 說難聽一點 一票決定生死 這個一票決定生死的話 那個特別是第二票決定生死 然後呢 委員又沒有確定 也可能變成超額的這個情形 我們假如說再配合增加150位 以後可能會變成158位 我怕我們台灣老百姓能不能夠接受 這個是我所要提的 那最後我所要提的就是說 我有一個沒有提到的就是說 這省府的虛局化 要徹底的做到 要廢除省府委員 以及省支付委員的規定 那當然你要看看 你作為一個台灣這個民主法治國 你有一個省的存在 基本上還是什麼 對抗對方一個蠻好的 因為我有很多一個大陸朋友 甚至讀法律的 他們都一直問 你們省怎麼還有所謂的 省府委員 以及支援委員存在 我說就是中華民國 當然才有這個省的存在 至少這一點我覺得 我講得理直氣壯 你現在也要把省整個拿掉 你說浪費國家預算 可是李老師仔細看 那個預算並沒有想那麼多 並沒有想那麼多 我們把這個所謂的監察委員 維持這個武權 然後監察委員的席事把它減少 甚至考試委員的席事稍微減少 我覺得這個錢就省回來了 我覺得不要在意這些錢 這個是我的補充報告 好 謝謝 好 謝謝李旭銘老師 還沒有 梁老師 聖老師有沒有 林老師 我跟各位補充報告一下 立法院現在是這樣 如果這一次的修憲要通過 然後希望在明年的1月16號 可以公投的話 我們立法院必須在半年以前公告 所以必須在7月16號以前完成 那但是立法院的會期的關係 還有中選會需要一個月的作業時間 所以我們現在修憲委員會定下一個底線 就是6月16號之前 我們會把立法院的修憲案送出立法院 所以我們6月16號 那我們整個公聽會是從4月9號開到5月11號 所以5月11號到6月16號之間 我們要完成所有的憲法修憲案 我們壓力很大 但是我們盡量做做看 盡量做做看 那修憲的部分到最後 我想林老師也有體驗 就是修憲到底要怎麼修 每個人有不同的意見 到最後還是一個政治角力的過程 還是一個政治角力的過程 這是在民主國家無可避免的一個事實 那今天還是要謝謝各位學者專家 待這麼久 公聽會這麼長 我們一直覺得這麼長其實是很累人的事情 但是也只有這個時間可以開修憲委員會 也只有這個時間可以開修憲委員會 那特別謝謝我們在場的專家學者 也謝謝所有參與的我們的各位委員 那下一場的公聽會會在4月30號 4月30號由江啟成委員主持 今天謝謝各位的參與 我們上會 昨天請下部 下部 下部 下部